香港理工大學 新界東北的規劃研究第三期公眾參與 截止日期之前 我們由社區發展動力培育主辦 《反對香港未規劃》運動組 和香港理工大學 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協辦的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的民間公平會 我是今天其中一位主持 我來自社區發展動力培育的黃坤泰 在我身邊就是香港城市大學的社會 這個行政系的副教授 葉毅明先生 那首先呢 我也想說一說 今天這個工廷會 一開始先提提大家 就是有一個民意調查 如果你是有手機的話 你是可以掃描右下角的QR Code 去做這個表態 如果你有手機的話 有QR Code的掃描 是可以做這個表態 我講一講今天的這個程序之後 我就由這個葉毅明教授 去負責繼續去領導這個民間公平會的程序 首先呢 一開始就是會有獲邀團體陳迅 包括有環保祝閣 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 和下保護社區錄場 每一個團體發展就不多於十分鐘 之後呢 之後呢 應該有十一位應邀人士 參與公眾陳述 我不知道究竟是 十一位完全是 我見到現在就有四位人士 就在這裡 如果你是參與公眾陳述 而是坐在後面的話 就方便可能坐下來了 你每一個位都有個名字 方便我們去看 就是我們去調上位 發言記得是上台的 每一個公眾陳述的發言 是不多於五分鐘 完了這個公眾陳述的程序之後呢 就有這個議員回應和詢問 每位議員可以作於 不多於十分鐘的詢問時間 如果最後有時間證回 就會有公眾回應 團體陳述和議員詢問 是的 我們立即開始 我們今天這個情緒 首先請這個 獲邀團體陳述 第一個就是這個環保觸覺 譚海邦 是 譚三會不會是在這裡 來到會不會是走開 是 我們接著第二個 就是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 陳劍清 我們要先開成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关心这个新的东北 它作为一个深港同城化、深港一体化的过程下 如何开发我们香港的新界边境的地方 而它整个过程很复杂的 你会看到很多一些村民很关心自己家园、农地被开发 我们自己行道组就比较关心一些中港融合的过程 香港自己的规划自主权去那边的问题 还有未来整个香港的城市布局会如何被改造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点的就是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图像 因为现在政府很多时候会只讲一件事给大家听 我们香港没有地 所以我们就要发展深海东北 但它永远不告诉大家 实际上有很多空置土地 如果说到空置土地之后 它又会跟你说空置土地很少 然后它又不会跟你说原来 因为整个新界都会有很多货币场 平衣场、歌衣服球场、婚姻等 这些其实都可以用的 所以永远都是擠牙膏式的一种想法 我就想今天给大家看一点图像 还有可以分享一下之后 其实我们实际还有些什么可以做 在理据方面我想我今天就不讲那么多了 因为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很清楚 其实现在实际那个理据是在哪一边 就是政府它你看到我们问 例如陈后波局长 我们问梁振英 这个是否一个深港融合的计划 如果是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面和他谈 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深港融合 但是它又否认我 它说放在这个纯粹一个新市镇 很明显这个新界东北的计划 它本身那个字都不是叫新市镇 是叫新发展区 新发展区是涉合战略性的意义 就是一个配合边境 就是你看到很多新发展区都是边境地方 包括洪水桥、东涌、东涌 以及西亚登北 都是配合边境开发融合的 所以其实你看到整个想法是一个 它不愿意承认一个深港融合的想法 所以我们是不知道怎么跟它谈的 唯有就是我们向市民讲清楚 现在实际的面貌究竟是如何 那我有一张图就是 现在我们香港面对的一个新的处境 就是我们以前香港讲的城市发展 是讲的城市自己如何去发展这种逻辑 但是在十一五或者十二五规格之后 其实你发现香港就开始有一个被规格的情况 就是香港被纳入整体整个中国的整个战略 全国一盘棋 去思考香港的城市的评委 那时候在上一年的年头 出了一张图就 就是吓醒了很多香港人 就是有一个计划 就叫移居湾区行动重点计划 可能在座有些朋友也有听过 参与过 那时候就整了一张整个叫湾区图 就是整个广东省的画一张图 就是立在香港在里面去发展 那我就再把它画得清清楚楚出来 你就见到新界东北那些 那时候已经被纳入去要搞一些移居城市 就是用内地的术语 一直掃到新界西北 都是在想如何配合整个 就是中港和深港的规划去出现 而移居湾区行动重点计划 都是同时间被纳入在十二五规划里面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专项项目 就是变成像这些项目 是否在中央里面确认要做 那我们是否不能去say no呢 而这些计划 其实有没有实际 真的问过香港市民的呢 那你见到现在这些计划呢 陈茂波的说法就是说 例如橙色那个是边境 还有新界东北红色那三个呢 是两个概念 他会这样讲 但是其实是同一种策略 就是它是整个整体 我们叫strategic planning 就是整个策略性战略性规划底下 的一些计划 而不是两样东西 所以市民是没有混淆共事 而是他尝试去将两件事分割 而之后呢 这些计划一个一个斩检地上马 令到香港市民是看不到一个整体的图像 例如现在又讲北环线 北环线的目标就是想打通整个新界北 然后变成未来的一个城市核心 现在例如很多新界东北的居民 还有我们都会有一些议见的时候 他又想尝试变了一些理据去合理化 北环线要延到去平折 你再看一个两阶约中心的报告 他又想将在平邪那里再拼上去 连接整个大陆的一个铁路系统 其实他整个思路就是 怎样总之将所有的东西 就恐吓了和内地 怎样变成一个同城化 一体化的一个想法 和斩检的上马 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忧虑和担心的 所以你见到现在整个 新界东北其实是揭开了这个 就是我们去讨论整个中港规划 或者深港同城化 或者区域融合的一个矛盾 即未来可能在不同地方 包括来如 这个模式就是内地自然行 一落到来就在里面消费 然后又搞些什么城市客厅 即在楼喉山那里 例如变成内地一落到来 就是经过这个西部通道 就可以在这里吃海鲜 可以很welcome他们 就是一些这样的概念 而这些这样的规划 其实是否真的 是从一个香港城市实质 需要出发去想的呢 这个是我们会质疑 还有北环线 北环线现在又透过政府 在这里说 新加东北加高的密度 然后说 我们更加需要一条北环线 去疏到 新加东北新增的人口 然后又合理化了 去更多的发展 我们说了多少 然后就变成去加速 那个香港融合发展的筹码 我想我们现在要很清楚 就是看到整个图像 就不要让它 就是例如 透过港一个地方 然后再合理化 另一个地方去发展 还有我们是时候 要从实质 我们香港城市的需要 出发去想 就是我们香港究竟 就是要解决 什么问题優先 就是我们居住需要 是否要優先解决呢 如果是的话 是否一定要去 那么偏远 在新加东北柬 那百多公顶的土地去发展 而不是用了我们市区 可以现有空置政府的土地 二千多公顶的发展 这些都是一些 我想今天我们去讨论 或者未来我们行动方向的一些光明 或者大家思考的方向 是不是有空置 我想要再讨论 那我多讨论 那我多讨论 那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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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那里面的一些数字 那 就是我们也讨论 不讨论 而是我们 现在不讨论 其实现在我们 比较 我们比较少的去讨论 其实未来的香港人口估算 那个问题 就是你看到很多就是说 其实政府说没有地 原来很多地 只有这些东西 但是 实际上香港人口估算 是错了十几年 就是 可能这份报告 98年 西亞東北說要發展 他第一句就在說 到2011年香港的人口 預期由現時的680萬 就會增至約830萬 其實很明顯現在又沒有 他是透過很樂觀地鼓高的人口 去合理化很多這些發展 而合理化很多一些容復的計劃 所以這件事情 未來我想多些市民應該都要關注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是否真的需要這麼多的發展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想過 我們香港是否應該要全面都市化 還是我們應該要有城有鄉 就是我們是一個什麼的城市格局呢 大概的分量是否不錯 好啊 非常感謝 謝謝肥仔 我們回到一會兒找回 環保觸角牙可以幫忙 好啊 不好意思啊 一張極桶 謝謝 。 好,你有十分鐘時間 好,各位來到的朋友,也很感謝CDI邀請我發言 各位傳媒朋友,也很歡迎你們來 首先,不好意思,剛剛有另一個活動,所以遲了 今天這個民間的公聽會,最終應該是沒有政府官員來的 看不到有,多大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給大家了解一下 不同的民間團體的想法和很多市民的想法 我們環保祝國很清晰的立場,認為東北發展是需要大幅修訂 大幅修訂,而我們也從一些城市規格的角度去看 選址是有一些核心性的問題 借這幅圖給他講解一下 上面那三個黃色、橙色和藍色就是政府劃定的範圍 我只是很輕描淡寫地用Google map的衛星圖找了一些地 就已經發現香港哥爾夫球會大約有170公頃地 170公頃地 那其實呢,三個發展區加起來的住宅地都不夠170公頃 所以,簡而言之呢,其實政府有很多的選址 是明顯地是優勝於現在那三個區的 其實那三個區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要拆了很多村民的居所 我相信任何的發展應該避得避 對於原居民或者非原居民的居所 另外呢,現在那三個發展區是有很多農地的 我們很多環保團體都已經很清晰的立場 就是要求農地零損失 因為現時呢,農地將會損失50至100公頃 而復間的地是遠遠不足於損失的地 所以其實現在以第三階段那種發展模式 是沒有可能滿足於我們環保團體的訴求 而那三個選址呢,除了我們有很大的移民 為何不選哥爾夫球場呢? 是否為了那些有錢人打Golf呢? 還要留意,哥爾夫球場裏面 就是粉嶺的行政長官的一個叫做什麼呢? 碎碎 碎碎 當年他是,我記得有一次登任權 是同文建林在那裡BBQ的 是啊 其實如果政府是覺得原來住屋這麼重要 他應該是新鮮事主,拆掉自己的宿舍 別墅 那三個選址呢,我們仔細看 法國裡面很多是農地和一些荒地 大家要留意,很多荒地其實是源自於什麼呢? 即發展商收了地之後,不租出去 就變成荒地 所以大家要留意,其實我相信農地的面積是遠比實際多的 而這三個選址呢,還有一個問題 我舉這個新鮮,即是粉嶺不為例 其實很多報紙都有說 其實虎地拗村的位置呢 最終去,即是剷走了 竟然是用來做這個警察的射擊訓練場 我想虎地拗村的居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沒有在這裡 我想你都很難接受自己的家園備位 是給警察來做射擊 其實已經有很多軍營,九龍塘也有軍營 很多的軍營為何不用呢? 所以,無論是微觀去看選子 或者是宏觀去看選子 我們都覺得,新界東北在規劃上是站不住腳的 即是我們不評論是否深港融合 即是我們就算不評論是否深港融合 我們覺得在規劃角度都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如果政府想發展新界東北 優先發展香港高爾夫教授 好了,另外也要說一點點 即是我們怎樣看這個深港融合 我就不夠膽肯定究竟政府有沒有這個目標 但是有客觀的效果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平邪那個位 即是我相信一般香港人,如果在市區工作 即是沒有什麼有因去搬進去 而平邪那個位,將會很接近將來的連堂口岸 所以其實,如果政府想宣示是不關深港融合市 它一定要刪除了平邪有發展區 不過我相信政府,不知道會不會肯聽一些聲音 平邪那個位是完全遠離市區 而是不知為什麼擺那個位的 所以,衍生於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兩年前已經說了 其實那個連堂口岸 其實是有少少爭,有相確性的 不過可惜兩年前,深港融合問題 沒有現在那麼嚴峻 當時反對聲音不是很大 其實我們提了意見說 這個連堂口岸是 是有些叫做不太合這個邏輯 即是俗稱的大霸象空情 是什麼的? 整個百億的 不知道,劉卿議員不記得是 大約那個價格是怎樣的 我的圖都不要緊了,因為我都用來講完 我補充多幾句了 我都應該用不完十分鐘 我們環保祝國在這個發展的立場 就是一定要確保開拓的土地 是做居屋或者公屋或者隔屋 總之是一定不可以做一些自由的私楼 因為我們看到,如果那些發展商拿到達地 最終肯定不是滿足香港居住的需要 只是滿足很有錢人的投資需要 和內地人的投資需要 而我們也都認為 C樓就算走了港人港地 大家都不要說這麼安枕無憂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內地人已經在不同途徑 拿了香港身份證 那些途徑大家都應該知道是什麼途徑 而很多內地人其實都在香港 用很多特殊的方法 聲稱住滿7年也都拿到身份證 所以我們都覺得港人港地這個政策 是必須的,但是不夠的 但是不夠的 而且你也不用指望發展商 到時便宜買了這塊地 就是現在聲稱港人港地的估值 大約是八成的地價 但是做最後它建完之後 大家會不會覺得它八成賣樓 好,我覺得真的很難說 我是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眾官來看 《環保祝國》今天很清晰 表示的立場就是 新界動物發展 要麼就展開第四輪資訊 要麼就大幅修改 要麼就撤回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陳小學 第三個獲腰的團體就是 馬寶寶社區融場 大家好,我叫做TV,我來自粉丁北的馬國寶社區農出 就着這個規劃,我們基本上立場是反對這個規劃 原因是什麼呢? 整個規劃其實一直都是在破壞香港僅存的比較活躍的農業區 而那個破壞也不是當它覺得這個計劃可以推行的時候 那個推土機來剷走那些農地就叫做摧毀了農業區 其實當政府在十年前放風說要做這個規劃的時候 他們開始用一個公司合營的模式 其實就已經在鼓勵地產商在粉丁北或者其他發展區 在收購農地了 其實那個破壞已經由那一刻開始了 我們現在說回十年之後到今時今日 其實我們還在說假諮詢沒有諮詢到任何的居民 其實那個諮詢我們在說非原居民沒有被諮詢 但是同時之間農業這個行業的從業員 例如農民有沒有被諮詢呢? 而諮詢究竟是推土機前來到這一刻去諮詢呢? 因為十年前你已經開始要做這件事 確保那些農民在這十年是沒有被地產商去騷擾的呢? 其實過了這十年之後呢? 我們的農業區已經是有八成被行機收購了 收購了之後呢? 它是將所有的農地圍了鐵絲網 好像很理所當然 它自己的地圍了鐵絲網 但是其實你想想 在新界的非原居民的農業區裡面呢? 其實是實行一種間駐合一的模式 即是說它的房子就會在農地的旁邊 你想想你住在那裡呢? 是不斷地被人為鐵絲網 為鐵絲網 剩下一條兩尺半的石屎的小路 被你通過 而大部分的農地呢? 被人為鐵絲網之後呢? 是沙滿了野草、灌木 所以那裡的衛生和治安呢? 都是很差很差的現在變成 所以其實呢? 我們覺得呢? 在這個發展區裡面呢? 第一 政府是沒有照顧到 香港農業的發展和需要 而它現在的發展區裡面呢? 就很好地說 在浪源濕地的公園那裡呢? 會前後呢? 都會撥一些農地出來 就是安置現在 在發展區裡面受影響的農戶的 那大家可以搬去那邊 繼續耕種農 那這個計劃呢? 這個安置呢? 看起來好像很好 其實當你看回那個地圖的時候 你發覺呢? 它提出的 給你搬遷的地方 其實根本就是一個農業區 如果你走去那裡看看呢? 你發覺呢? 朗源的農業區是很活躍的 就是說呢? 大部分九成的土地呢? 的農田呢? 仍然是有人在耕種的 那你說呢? 在其他區域的農民 究竟有沒有辦法在那裡落腳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另外呢? 虎地坳那邊的那條村呢? 除了會被警察用來做練馬場之外呢? 那它也撥出一個部分呢? 是用來安置其他兩個區域受影響的農民 那但是如果你去到現場看看呢? 你就發覺呢? 那裡的農地呢? 其實 就是它現在畫出來做這個復鑑 給你搬去耕田的地方呢? 其實有一大部分呢? 都是魚塘來的 那其實在規劃處裏面呢? 魚塘就是魚塘 農地就是農地 其實是兩樣東西來的 那如果你要去種菜的話呢? 你首先要填平魚塘 那究竟誰去填平魚塘呢? 你用些什麼的泥土去填平魚塘呢? 那這些都是一些很大的問題來的 那不是說真的在那裡有足夠的地方去安置到 現在原有受影響的農民 那另外一樣東西很有趣的就是 在朗原濕地這個公園 將會有大 應該說現在朗原濕地是一大片的農地 而祥園社在那邊做了很多生態農業的復鑑 那如果這個發展是成立或者是推行的話呢? 朗原就會變成一個濕地公園 然後前後就會有一些農地去包住這個濕地公園 令到裡面的野生的尤其是雀鳥呢? 是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 不會直接去面對到一個市區的樓宇 那這樣 那但是這個這樣的說法呢? 其實長春社都會有保留 因為他們是要一個生態的農業 而不是一個濕地公園 這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來的 那而政府如果是建議將受影響的農民 搬到這個濕地公園旁邊去保護這個濕地公園的時候 你想想那些農民去到那裡的時候 其實是被搬上的一個部分 那些不是一個產業的從業園 它不是一個全職去種蔬菜種食物的一班農民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政府第一 實際上有沒有那麼多土地去安視農民 是一個問題 它怎樣用什麼的心態去處理農民 和香港農業 本身也是一個問題 它其實是 好像將農民 當做一些它可以丟來丟去的 一些動物是被觀賞的一種植入貿易 它沒有去處理到究竟農業在現在香港 在一個規劃上 農業怎樣可以跟香港的城市發展 有一個良性的關係可以建立得到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農業其實呢 不是好像我們在市區那樣 如果你做生意租一個舖位 你覺得那個舖位不對了 你就搬個別人吧 因為農業是說 一個農夫他要理解當地的微氣候 當地的心態 水源從哪裡來 那麼他要在那裏摸熟了很久了 就住當地的水、土、人、文化 他才可以建立到他的心計 如果你現在默默然將一些 在旱地種菜的農民搬到濕地那裏 要他們種一些水生的作物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對於農民來說 而且就是多一群陌生的農夫 去到另外一個農業區 他的水源從哪裡來呢 他會跟誰打交道呢 那些水會不會被人截了呢 他會不會跟隔壁吵架呢 這些很多很多的問題呢 其實政府的所謂的安置農民這個計劃裡面 是根本沒有提過的 所以其實你見到他畫了一筆的農業復奸補償 其實只不過是敷衍著我們的農民 或者是社會上對於農業發展的聲音 那麼我們在馬斯布那裏 其實用了兩年時間建立了一些 嘗試建立一個社區農業的模式 就是嘗試將聯和區的一個城市的位置 在旁邊安排了一個有機的農場 或者一個農業區之後 其實城鄉是可以怎樣一起溝通呢 我們利用城市裡面的廚餘 或者是那些街市要丟去堆田區的 譬如魚檔的下欄 用來把它變成肥料 所以在我們的運作裡面我們發現 第一農業其實可以減費 第二就是我們將一個市區的生活的形態 和一個農業生產的形態結合在一起 所以其實在農業和市區 如果就在空間的爭奪來講 其實我們是可以將它消解 只要你一個有良好的農業規劃 和一個城市的規劃 大家配合你就會發覺 之前政府擠了很多資源 是解決香港的廢料 廚、廢物、要做堆田 我們的社區的關係失衡 各方面的事情 其實我們用農業和社區的關係 是可以消解的 而且這個消解是不需要 政府特別拿一些錢出去處理的 只要你一個農業政策的時候 農民就會自動幫你解決了很多 城市化的問題 那我今天在這裏就講多了 謝謝阿謙 接著我們是個別人士的發言 在發言之前想提醒個別人士 我們今天所有的發言 我們都會做一個資料會編 所以今天個別人士所有的發言 我們都會做資料會編 希望大家留意發 第一個個別人士發言的 是Alpha Li 我還未準備好 我們接著第二位 Kao Sil OK Sorry 是五分鐘 你有五分鐘的時間 OK 各位你好 我是Kao Sil 我本身就是一位 平時都是很關心社會的網民 我平時都會跟一些 都是同事一樣 不是很滿意現在香港現況的人 去討論如何積極地應付建制 其實我覺得這次 這個動物規劃的問題 就不只是中共 或者港共政權插手這麼簡單 而是我們 我們是太過相信建制 我們覺得建制一定會解決到的問題 我們真的不太相信 果然我們 結果就是搞到這個問題 就很嚴重 其實我覺得呢 新加東北規劃 不單是地理 經濟 或者中國融合的問題 更加是公共政策的問題 我們看到 其實現在香港的城市規劃政策 和其他的政策 是一樣的 都是由上而下的 即是怎樣呢 即是上 即是當權者給什麽 我們就 只可以去接受 我們是硬吃 國民教律是這樣 新加東北規劃也是這樣 我們都是得 我們 是 也都 也有得 也 那幫官員肯理我們嗎 那幫官員根本就不肯理我們 根本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們有我們講 那幫官就有那幫官講 即是在城市規劃政策那樣 那些城市規劃那些 搞城市規劃政策 它是什麽人 不是那些官員 就是那些所謂 城規會的成員 那些所謂城規會的成員是什麽來的 官方委任的 全部都是這個 梁振英 梁振英 那些人委任的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當權者搞的那些所謂諮詢 其實只不過是大樓房 我們今天見不到那幫 建政權的官員來 我們其實不用 不需要感到意外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 他們有他們講 我們有我們講 即是現在看一下 監察機關 林鄭月娥說什麽 ICAC 新屬專員公署 他們說是 左手左腳 你看 我們如果真是 但是我們想想 如果真是沒有這個 ICAC那些組織 我們真是很慘 我們真是好像 回去時光倒流那樣 所以 我們是一定要爭取 城市規劃的權利 但是 我可以和大家講 教育 我們可以 不去 我們可以選擇去杯葛 學行 杯葛學校的制度 可能用下自家教育 這樣的方式 但是城市規劃呢 就是這樣東西 就比較困難些 因為 那個主導權其實是 在當權者那裏 我們只不過就是 就是比較被動些 還有 那些地產商又是 會聽完當權者的說話 但是 不代表 我們不去想一下 怎樣去爭取回 城市規劃的主權 那我覺得呢 其實 這一件事 我們應該是要去 做的 我們是一定要爭取回 英勇的城市規劃的主權 不要給一些官僚 不要給一些 當權者 不要給一些 既得利益的人士 去牽絕走 我也覺得呢 大家 就是 國民教育 和 東北規劃 其實兩條路 兩件事呢 其實我們應該是 當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政策 那個 公共行政 那個政策的問題 就是 我們根本就 現在就是 我們有我們講 他們有他們講的問題 我們應該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 更加全面的 傳聞行動 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另外 既然大家看 我們下個星期二 都會在 上環十二會社那裏 有個討論會 就是講傳聞規劃東北的 我們就請了陳劍青 和吳永輝 他們兩位做講者 那 希望 是下個星期二 晚上七點鐘 希望大家可以 出席來聽一聽一下 還有 到時都可以 聊一下大家 如何可以傳聞規劃東北 謝謝 好 謝謝你 我想問阿爾德尼 你現在準備好了沒有 我可以安排最後 沒問題 沒問題 那我們順序就是 另一位朋友 李宵 請回你們有五分鐘 我本身就不是住在這區 其實我本身就住在新界東的 一個普通市民 但是都關注因為這個問題 究竟會將來 會不會說由這一道 新界的東北 引申到 是越來越南下 譬如說到粉嶺 大部 甚至可能馬安山 沙田 都會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今天參加這個 交流會 我們其實看回 那份公眾的參加 我也看過 又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 在這個 平邪的區 那裡 它的設計 就跟其他區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說 它本身就有很多 特殊工業的用地 但是就沒有說到 究竟這個特殊工業 是要來做甚麼的 那第二樣呢 這個平邪的區 那裡 就是沒有這個公屋的設計 那裡 其他的區都有 那為甚麼會這樣發展 那但是 當我們再看完 那個私營房 那個地積比率呢 其實大家會發現 它的地積比率就是特別 比其他區是低一點的 那所以呢 我就會覺得 會不會其實這個平邪區 其實是一個真是給內地人居住的區 而不是我們香港市民 就是自己用的區 那所以我就說 如果是這樣的發展的話 是不是其他 其實 就是它用這個這樣的模式 就是純粹是為了包裝 就是平邪這個區 就是給內地人來購買 那不是說是我們香港市民 可以去居住的區 所以呢 剛才聽到幾位港姐這樣說 那所以我也覺得 其實我們是應該 我們是應該 將這個計劃撤會 那我就 謝謝 謝謝你 下位朋友是Mandy Chan 有五分鐘的時間 應該是應該用不完五分鐘的 應該是用不完五分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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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一個普通市民 我自己就是住在新捷東的 見到這個計劃出來 我覺得有點騎騎的 問題就是 其實我現在有很多問題在腦上 就是究竟為什麼這麼多人反對 政府是上一個星期 陳茂波局長說 不會考慮撤回 這個是完全不明白為什麼 是否政府或者發展局 是不聽香港市民的意願呢 或者是聲音呢 另外就是 應該是頭那兩期的諮詢 都有說是中港融合 整整一下 現在到第三期 因為被人批得多 他們就說不是中港融合 很奇怪地 為什麼頭頭那兩期的諮詢 就說是 為什麼現在又說不是呢 是否因為太多人秉這個政府 所以他們串口風 令到肯定市民安撫多些 安心多些 他們可以容易去拍一時 另外就是 越揭越多的時候就發覺 咦 原來那個 哥爾夫 香港哥爾夫球會 已經有170公頃的地 但是 原來整個 東北八展 裡面 現在說的是 可以做住宅的 只有167公頃 那還要是 那167公頃裡面 是說是住宅和鄉村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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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接收得不好 還是怎樣 好像還是一個不清楚的階段 就好像要強行上馬 另外 上一星期 又陳茂波局長 不知道是不是被五千人嚇到呢 就說 有一千一百多 差不多一千二公頃 就是香港那個住宅土 住宅的土地儲備裏面 就原來一千二百公頃 是給鄉村式發展 我就不明白 它那個所謂的鄉村式發展 究竟是哪裏用 如果真是被原居民建丁屋的話 我想它絕對需要解釋多些 為何那一千二百公頃 是臨給鄉村式發展 但是又要強行都仍然要 在這個東北的發展 要只是用一百六十七公頃 來起所謂的住宅家 向住宅 這些是很不明白的 很多問題 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我原本是想著 因為我自己就 他說又買不到樓 我家人就想著 咦咦咦 我們的首長 梁振英先生 上場之後 就想著 哇 之前那裏 天光龍鳳的 哇 又會叫樓市 應該便宜一點吧 但現在又想著買樓的 幾大都在他上場之前 都不買了 哇 誰知道 我一上場之後 樓越來越貴越來越貴 還要是現在好像無止境 那變成 搞到是 很慘 發展局又不知怎麽搞 究竟他會否繼續劏房 還是會怎樣 就是完全是不知道 只知道樓越來越貴 越來越買不起 那究竟 樓價又不斷地上升 還要造成一個 好像 應該估計給大陸人的後花園 那究竟 何時我們才有自己的後花園呢 我不是要一間房子 有這個後花園和前花園呢 我只是想 就是香港的 留多一點的土地 是給香港的市民 我們這些有交稅的人 去到 有自己一個小小的窩居呢 多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著下一位是Peter Chen 你有五分鐘的時間 謝謝 謝謝 我只是普通一個市民而已 我想說一下什麽叫被規劃 這一件事 我知道如果一個城市要發展要進步 一定是要規劃的 那香港的地 究竟被哪一個規劃 那我常常看回香港始終是一個 一國兩制的政治環境下 一國就整個中國 兩制呢 香港的事呢 香港人可以自己去處理 但是不等於中國這個國家的政府 是沒有任何的責任 或者沒有任何的權利去參與在裏面 那我想看回我們自己香港的發展 有立法會 現在最好有些立法會的議員坐在這裏 那說到新界中北這個發展 不是現在做自信 可能之前08年的時候看報紙 那時候都已經有自信了 那其實我們說到立法會的議員的功能是什麽的呢 在那裏搭配嗎 那好像說回我 我又是看報紙而已 港澳公民黨的梁家健在08年 立法會裏面的發展委員會那裏說到 就說他們那時都支持 這個新界東北發展的 那為什麽到今時今日 四年之後 公民黨那些人說會反對的 那我想知道這些立法會 然後坐在立法會裏面 開這些發展的委員會那時 die up 或者他們會被洗腦 或者會消失了自己的記憶 那時答應是支持 現在就說要反對 那到底他就是拿著政治立場 還是拿著自己做人的道德宗旨呢 去做這樣的決定 那我再說一件事就是 被規劃究竟是被什麽人規劃 那些人規劃得好 說到現在樓價高的 梁振英剛才上台三個月而已 那都關他的事 我一個普通的事物來看 張印權七年當政 你這幫立法會員做過那些甚麼 七年入別不建公屋 不建居屋 你們看不到樓價正在升 你沒有那個能力去看到 香港的樓價現在這麽高的 七年時間你們看不到 真是那些人不做 我經常想回我們普通市民 看樓價慢慢丟起來 就知道有問題 那那些立法會議員在這裏做甚麼 我又不知道那些人在做甚麼 到現在梁振英他們要做第三期諮詢 都未真正去落實計劃 做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或者做香港市民 其實不是一起參與 去怎樣去制定那些政策 你一下反了它 因為甚麼都反的話 那香港就不用發展了 是不是這樣 還有最後一點 可能就是成為公屋 剛才有些團體說 那些大部份地方 想起公屋居屋 我想一下 香港有一些人 有資格申請公屋居屋 好像拿這些沒有資格的 其實有些土地是否都要撥出來給私人發展 給私人樓 否則都不是很平衡 因為其實社會有很多不同階層的人 如果你只是給地下 那些地是給低下階層 說回我們中產 那些人想買樓 可能都還在排高樓價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公平的現象 謝謝大家 好,謝謝 下一位是光威礦 等下五分鐘 我又不明白為何政府選擇這個窮鄉碧壤的地方 去搞這個公屋居屋 其實它可能有幾個目的 一個目的就是找一些低下層的市民 進入裡面住 即是孤立了它 然後令到那個地方變成一個建制派的票倉 這是其中一點 另外呢 就是 然後呢 然後呢 它除了公屋居居居居外 另外那個就是 建一些鄉村式 所謂鄉村式 就是別墅 對那裡有高爾夫球場 很適合的 那些大陸人下來是很方便的 車下來 就要去別墅 就可以了 那就去帶高爾夫球 我覺得就是這樣 它的目的就是這樣 而且呢 亦都有一件事 因為呢 那裡地方我們要收很多地 而且很多地已經被一些發展商賣了 其實那裡會不會有利益輸送 那裡呢 那裡要花多少錢呢 多少百億呢 那去到尾了 因為那裡的交通也不方便 但是呢 它現在是直接去規劃了它 它是把通了交通 那些秩序就很方便 到時候有車入 現在就沒有嘛 沒有路走 還有一件事 怎麼說呢 我都是住居居居 其實我以前呢 我選的時候 就有選天水圍的 但是選天水圍 大家都知道進去 那裡很結果 真的 我就沒有選到 因為政府都騙了它很多年 騙了它十幾年 它就說呢 進去呢 那些交通很多時候很方便 就說了十幾年 交通你才可以進去 有這個篩鐵 正讓你進去 如何呢 那些車費多貴啊 來一回 根本上 反過來政府就說 這個區 東北發展區 裡面有了工廠 各樣各樣 我不知現在 香港建的工廠有什麼 有什麼用呢 它就說 這個東北發展區裡面 那些人有機會可以在裏面就業 但你看看天水圍 搞了十多年了 那些人有沒有機會在裏面就業呢 結果是沒有的 如果你打算在裏面就業 等死就可以了 等死的人都未有機會在裏面去找到工作 好 好,謝謝 下一位是央威葉 下一位是儀少譜 有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用到五分鐘 儀少譜是天主教教區的教區勞工務員中心的同事 其實我們本身中心都很關注新界通的整個規劃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公有少少討論了幾年 其實在2008年開始時我們都有留意過 第一樣我們最關心 因為本身我們有一個工友小組 他最關心就是 其實你在15年裡搬十幾二十萬進去 其實現在北區 究竟我們的工友都找到吃 你再搬多十幾二十萬進去 哪裏找到吃呢 第一 第二我們擔心另一個問題是 其實我們很多工友都住在公屋那裏 他們都問一個問題 你又搬十幾二十萬進去公屋那裏 誰去住呢 還有平時剛才有些朋友說得對 你現在去都非常困難 其實我們有些義工朋友住那裏 其實這幾年都累累受到收地的滋擾 其實十何你都知道的 這幾年其實政府是透過發展商 發展商透過社會 不停收地 是社會收地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其實你看到整個過程裏面 這十幾年其實不斷在招住的人 我們北區裏面我們很多街坊都聽到 其實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第一就是如果以公義來說 已經很不公義了 反過來如果剛才這樣發展之後 其實我們覺得有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你毀地滅穿 跟著你 好像剛才農常那位朋友都說 其實新加東那裏還有一些很活躍的農地 就是現在在這十幾年不斷被人消滅了之後 其實我們發覺已經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再去看回那些農地 第二我們看回你的問題就是 就算我規劃裡面提到那些特殊工業 不知道什麼來的 其實我們有些工友提起問題 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們講一些輔助本地工業問題 不一定是工廠 譬如我們講建造業的預製組件 現在全部在內地做 其實有些工友都講 為何香港不能發展一些做預製組件的地方 其實新加東北如果真的做 為何不是做那些 而是做一些不知什麼的特殊工業 其中包括環保業 但你看到屯門的環保區搞成怎樣 即根本大膽地講 其實是空置了在這裏很久 然後大家又投放到資料去做 甚至乎其實效果都不明顯 那如果我們繼續東北要做一個環保園概念 其實是些什麼 還有很有趣 一會兒我們公友會談一下 會講一下 為何那些特殊工業區的位置 會幫一個園做 我們都不太明白 第三我們在講整個人口政策 如果整個新界東北是要千萬多人進去的話 現在它會發展一條鐵路進去 我剛才之前的位朋友都講 因為我們的中心服務不是西北區 比如天水維那邊 是有西鐵 只要西鐵去到天水維北的人不到 你還要再駁回輕鐵 基本上有些街坊回環小港 其實每天都幫港地打工 我從出門口搭輕鐵 從西鐵去到西鐵 從西鐵去到去 再轉地鐵 回家也是一樣 又是地鐵 當然西鐵入到輕鐵 大佬啊 即是你看到新界東北 其實情況是完全一樣的 基本上 還有我們很擔心的問題就是 因為之前阿梁振英在競選之後 其實提過它的概念是講橋頭經濟 橋頭經濟的意思是在講西北區那邊 就是講樓鑊山 天上那邊 發展一些類似是 在深港 生活提供上的東西 即是讓一些人下來香港消費 接著就帶動經濟 我們經常開玩笑說 段故不會有一些自由行的客人 會去公屋那裡走去那個酒樓方程 說他們去租酒店買完的酒 搭車走 我們曾經說過濕地公園帶動經濟 但是當然我們都猜到 你數個車 那些樓巴去了濕地公園 要放下一些客人 想把客人走 它不會在天水為消費 那天水有個例子就是 最後一塊地變成酒店之後 其實整個情況就是 街坊第一個反應 我在天上運過的街坊 它第一反應就是 那些東西都貴了 它不會想到 那些下來的遊客 會幫到他們的就業或經濟 覺得他們會搶高他們的東西 西北已經是這樣 東北是繼續問候 待會我們工友都會說 現在我們的物價被人炒得多高 我中心樓下 以前有很多不同的店鋪 現在我樓下只有什麼 藥房 由以前十間 現在變成二十間 金舖 好 整條街都是金舖 整條街銀行都金舖 金舖 藥房 金舖 沒有其他 一條街 已經是這樣 我們就擔心 其實東北會是 即北區已經是這樣 整個世界東北將來都是這樣 另一件事我們想補充 就是 早兩年鄭家富 我記得她曾經報紙說過 如果 如果 世界東北發展 太多 就是一個天水圍翻版 當時林鄭月娥說 我們不會的 因為她 天水圍的比例高 如果大家知道 天北那裏 那裏 之後 總結補充 謝謝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郭院議員 你繼續五分鐘時間 大家好 我是 不過就是問題關注到的組員 其實 就是我們 其他組員都 都覺得 我們談過之後 都覺得 真是司法超知心人所介紹 現在根本 她這樣規劃 根本就是想打造一個 可以 我們覺得她是 打造一個 直接是水火城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我們 我住在粉嶺 我住在粉嶺 居屋 公屋 他們租出來做什麼 租出來給她做貨倉 因為不斷出出入入 都是 那些草莎免口的 完全 她完全可以說 不給 不給 7元 接著 昨晚 就報警了 其實根本那些 就租了倉來 打水貨 所以 都覺得她是 搞這個規劃 就是 打造一個水貨城 打造一個雙飛虎豪城 她是給雙飛下來 住的 這個就是我們 北區就業組想的事情 就是我們這些 基層工友所 覺得這個問題 第二 就是 因為你真的 自從自由行多了之後 食物 租金 全部都貴了飛氣 雙倍 倍加上 我們兩本 我們兩本 全部都很加困 接著我們 在北區做的 全部真的差不多 全部都要跨區 這樣 你現在還做 庫話 擺過這麼多人進來 北區 根本 我們還有什麼做呢 真是不知道 可以有什麼做 這些就是我們 幾層工友的心聲 另外 我們都看過 關於 規劃的 剛才 余少傅 也有講過 關於平邪 那裡 我們 都不太懂 看到 少少 因為平邪 看到有 十幾幅 就是 特殊工業的 但是特殊工業區 就位於一間 安老院 而那間安老院 在平邪 平邪 那裡 完全沒有醫療配套 沒有醫療配套之外 他說會 在古董北那裡 會有一間醫院 但是我們都很擔心 因為天水圍都說 起一間醫院 起了二十年 都好像還沒有 有醫院 那麼 規劃那裡就說有 所以都很擔心 所以 根本 覺得 現在梁振英 這樣搞 搞這個區 根本就全部都 不是為我們香港人而做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你 下一位請身盡清 其實五分鐘時間 各位在場的朋友 你們好 剛才很多嘉賓都說了很多問題 我也不想重複 我想從一個現實的解決房屋問題的角度去看 現在政府 發市人就是說 要解決房屋用地的問題 但是我們都看到 他給出來的事實就是 終於十年八年之後才可以 動用這些土地去解決那個居住問題 但是政府呢 就忽略了跟市民說 現在其實有很多政府 手上掌握的土地 是會幫助到這個解決這個交通的困局 譬如市區啊 或者比較近市區的環尾那些 舊有的區域那些 那些公共的重建 很多 譬如這個 譬如這個 添海啊 或者平整土地那些 最重要一件事呢 現在我們 因為我是在做建造的 在這個洪水橋那邊呢 我們看到有個城市發展藍圖那邊 是這個進行的 有很多土地是在做這個房屋的建設的 那為什麼政府 如果是為了解決目前 這個而微之急的房屋問題 不在那裡大力去加速那個 進行那個建設呢 但是就把那個日本的話題 放在東北發展那裡 大家都因為現在這個問題炒熱了 我們是作為一個公民呢 都覺得呢 政府呢 是有意無意之間呢 都是把這個土地 好像有割讓的一個嫌疑 同時呢 因為之前呢 他在1998年那裡 曾經已經是做了一個規劃 去到2003年之後 又停了到2007年 2008年 那就一直都講這個問題 那就是 換句話說 是已經有人在那裡 集積了很多土地 這次 是不是這個特區政府 將這件事情 成立 這個加速上馬 就將一個 趁著我們香港政府 有大量的準備 就是 有一個市民 有一個利益的交換 就是用錢 去購買那個土地呢 因為現在拿到這幅土地 將來講呢 在一個交通問題 剛才很多講者都講了 是我們很多對市民 是得物無所用的 那還有一件事呢 大家很多市民都在質疑著 現在的政府 很多話事人的誠信 這個政府 對我們的看法 我們很多市民都知道 民無信是不立的 那如果他做了一些 不現實的問題呢 現在這樣的事實呢 我們這些市民 是應該呢 就是站出來 是維護自己 市民利益 和政府的利益 去反對這個計劃的 多謝各位 好 麻煩你 下一位是黃家樂 黃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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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後 後來 你會不會用這五分鐘的機會 是 各位大家好 請你聽到我的麥克風 各位大家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阿花咧 我本身都是住在 新界東北的大埔的 那 我 好 以我 住在大埔這麼多年的觀察 我發覺 現在香港的 城市規劃 我覺得是有點失衡的 那 現在 新界東北這三個發展區 我覺得是 都是 是 現政權的考慮不足夠 第一 我 第一 就是 交通的配套問題 現政權的運輸部 原來有沒有考慮過 我們 新界東北的交通配套 是否到達了負荷的限制呢 我 經常搭火車 我發覺 火車 是 已經到了 它 已經挑出了負荷的 另外 又要應付 新界東北的 完善的居民 又要應付 大陸下來的 數個遊客 那 又要再增加這三個發展區 這三個發展區的人 會否 會否 造成一個 對現有的 交通設施 造成一個很大的負擔呢 第二 這個是關於香港住屋的問題 就是 第一 我們香港人口 人口 人口 多到 實際需要發展這三塊地 呢 第二 這三個發展區 發展會否 推高樓價呢 如果出租客會 推高樓價的話 其實跟 梁振興政權 那個 降低樓價的政策 是 違背了 第三 就是 住屋的政策 是完全失焦的 第一 因為 香港住屋的問題 不是來自 供應不足 而是 來自 它 來自 下一個樓價 是令全香港 所有的 不論基層 或者中策 都是 損失不了 所以 所以 是 所以是 失焦的 第三 就是 令鄉 這三塊地的發展 是 令鄉 我覺得是令香港的 經濟 是 再一次向金融地產業傾斜 首先 農地消失 工業用地消失 全部都是用來蓋房子 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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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種 我們香港的本土工業 本土工業 本土工業 是消失了 但是 我們是否還要繼續 現在 現在 有很多 很多人都 嘗試 令香港本土的農業 是 從 翻山 而 現政權 這種 做法 這種 政策 是否想 壓殺 這些 令本土 容易翻山的 運動呢 還有 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 如果 我們 做全民規劃的話 我覺得 說完一句 我們 我覺得 根本 跟 現政權 與故謀皮 因為 現在這個政權 是不聽我們 任何人說 任何人說 包括 四位 立法會議員 這個政權 有沒有 肯聽你們 一句話 我說的是 那麼多 謝謝你 在我們繼續 邀請我們的 宣具立法會議員 回應之前 Michael 有些關於 全民投票的事情 講一講 其實是 這個職場民調 我們一開始 這個 民家公聽會的時候 都講過 我們在 這裡是有個 職場民調的 大家可以用你的 手機 可以掃描 這個 QR Code 如果你掃描不到 這個QR Code 你也可以上去 pickandpo.com pickandpo.com 我們有 四個 有四條 的職場文條 的問題 希望大家可以 參與這個文條 我們今天很高興 有四位 立法會議員出席 我們都邀請他們 每人 可以有十分鐘 回應我們剛才 各國團體 或者各別市民的意見 因為我們順序 我們首先 我們請上台 我們逐個逐個都OK 我們首先請新解東人民力量的陳志全 各位參與的朋友大家好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民力量的陳志全 首先我多謝社區發展動力培育CDI 今次搞民間的公庭會 因為我們之前那兩場 即無論是八月底 還是上個星期六 那兩場 所謂的諮詢會 都是政府主場 但今天是我們人民的主場 其實特區政府搞這些諮詢會 他還未搞 我們已經覺得 他是沒有誠意去諮詢 記得八月底那場 大家有沒有人去過 在粉嶺那個社區會堂 只有二百多個位 是未開始 之前一個小時已經爆滿 我們就算是去到 進不了去 有成千的市民 尤其是居民 受影響的村落的居民 是進不了去參與這個諮詢會 你受影響一條村的村民 都不止那二百人 你去選一個 不知二百三十人的地方 去做諮詢會 最後就是 就是流產收場 他唯有把諮詢會 諮詢期延長一個月 到明天 明天就是最後 第三階段諮詢的 所謂的死線 不過我想和各位朋友說 我常說政府的死線 你當它死就可以了 就算國民教育 他說明天要推 我們一樣可以 繼續抗爭 繼續反對 我知道有些朋友 他都是 看著政府的死線 這幾天發動著 一些全民 一人一電郵 去傳給規劃署 發展局 去表達意見 這個我當然鼓勵可以繼續做 但是 除了這樣之外 我覺得我們繼續要搞一些民間諮詢會 無論那些政府官員是出不出現 我們都要不斷去搞 無論政黨好 或者民間團體好 都應該要搞 我們這個環節 本來叫回應與詢問時間 詢問應該就是 詢問那些政府官員的 但是政府官員最後他們是怎樣回應 是來不了我們的諮詢會呢 這個我代答 他們是在昨晚接近夜晚 11點鐘的時間 以這個電郵回覆 就是因為公務繁忙理由 就是不出席 是在昨晚夜晚11點 我想問你什麼時候發給那些官員 其實已經是上個禮拜的事 其實規劃署 我是用這個電郵 去邀請規劃署處長梁卓斐先生 但是他就用這個信件 在星期三回覆我 他是考慮中的 那補充有多 你可以由此可見 政府不單止想冷處理這些諮詢的活動 根本是假諮詢 不是真的諮詢 我今天想說的最主要就是 政府這次真的非常奸 我們經常說 現在有很多詞語 譬如雙非城 深圳庫文後花園 鄉鎮 即是香港加深圳 還有各地賣港 大陸的殖民計劃 政府就說我們 是太陰謀論了 即是我們這些香港市民 不信得過他 陳麥波這兩天就有個新詞 要我們 市民是無疑中留情 即是懷疑政府之餘 是要留情 但我想說 是政府在今次整個諮詢過程 是完全無情無疑 而且是非常之奸 我先說他兩樣 即是這兩人我看到的奸計 先 第一樣剛剛陳劍青說過 就是 首先就把那些有份 即是反這個新界東方發展規劃的人 點了他的名字出來 就好像這些黑人物 就令到那些想發展的人 就認定這一幫傢伙搞事的 令到他們害怕 我想你都不會因為被人點了名而害怕 因為搞少了 即是政府是很天真以為這樣做 第二 搞分化 林鄭出來說 喂不是 公民黨之前說 支持的 一會兒湯家驊有機會 都可以回應幾句 其實 我知道有些議員 我不是說公民黨 在這個過程之中 林鄭也約了很多議員去談這個課題 但政府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都是在誤導那些議員 即是他問你知不支持 有些東西 說一些很美麗的 說我們所有的安排好了 賠償了 搞定了 發展好不好 這樣 我覺得這個討論過程 很多議員可能 講了一句都幾好 都不出奇 但他撿著一句半句 就說哪些議員是支持 今天想跟大家分析的主軸 就是想大家看一個 我沒有power point 一個上個星期六 規劃發展局 即是陳茂波 阿波波 在全港各大報章 登出來的一個廣告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很仔細地去 每一句 每一句字去問他 而是看到 政府是怎樣說謊 怎樣呢 是想製造民意 令到一些不清不楚的人 看完 不是啊 挺好啊 他的標題就是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香港人的新市鎮 這個等於香港人的新市鎮 他想塑造的感覺就是 其實 就是為香港人發展的 為香港人的居住問題發展 所以他第一段 第一句就是 港人要住屋 住屋要土地 那你現在有房屋問題 那你沒有地了 沒有地就要拿地發展 其實這個是 偷緩概念 所以很簡單 將問題變成一個主屋問題 我記得 我們未參選立法會議員 之前已經 關注這個課題 馬志寶那邊 請了我記得 超紅啊 長毛啊 和范國偉 我們也有去 當時我們的討論 就是聽民意 都覺得這個 不是一個居住 改善居住計劃 這個是一個 官商勾結的 房地產發展計劃 當時我們看到 很多是叫做低密度豪宅 所以才說什麼 富豪後花園 深圳富豪殖民區 但是 當時 那些人這樣說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個報道就說 林鄭就說 不可以增加太多 那個供應房屋的比例 如果不是 就會成為了另一個 天水圍的了 但是今天呢 你回頭 你看他們 陳茂波怎麼說呢 他就說建屋的地方 有八個維園 可以有五萬多個單位 四成是公屋 之前他們還在爭論兩成的 但是陳茂波這兩天說 不是 五成多都可以 你覺得是很兒戲的 是任說的 你現在想把課題扭回去 做一個解決房屋問題 的折議題 那你就說 隨時六成都可以 但是當時呢 你說不行 兩成 一定要起低密度的 跟著當我們說 變成富豪 政民區有分別 就說 不是 港人港地 隨時都可以 隨時 我們說什麼 質疑你 你就後加 後加下去 還有 當時我們說 就是 就業是怎樣呢 其實這個 這個廣告他都有說的 他說呢 這個香港人的生市鎮 就會締造 五萬二千個就業機會的 那是什麼就業機會呢 是不是叫農夫去做LE售貨員呢 就是 你 對了 銅鑼灣大 把海港承認了 銅鑼灣搬去 新界東北的發展 提供就業機會嘛 但是他沒有想過 當地居民 是不是個個都去 去做藥房啊 去做賣手袋啊 買電器啊 賣金啊 這樣 你就是 你看到政府 他是為了堆砌一些數字出來 去令到他做的事情 去合理化呢 就是什麼 什麼都可以說出來的 還有一個 跟著下去的標題 就是叫做 合理賠償 互量互讓 那他的數字 數字我不熟 如果熟的話 我可以指出 他說受影響的戶數呢 是千七戶 他那個廣告寫的 受影響的龍戶呢 是200戶 200個農民受影響 是可以呢 這個 盡力協助 力地復奸 就是說 就天下無敵啦 你這樣 就是 他是 靠一個廣告 想去看 扭轉回整個輿論 覺得我們這一幫人 是就是 過分擔心啦 其實真是一個 純粹的新市鎮發展 跟以前我們發展千水圍 發展這個 張軍陸 其實差不多的東西而已 還有 林鄭就說 喂不是 那諮詢期不是現在的 2007年就已經是 發展什麼 藍圖 2008年開始已經諮詢 那我就覺得 大家政府的諮詢 真的很厲害 做得很好 很神秘的 就是不知不覺 是不知道 為什麼沒有人反對 因為不知道 很多受影響的居民 他是去到很近期 在這幾個月 才知道 自己被受影響 那去到現在 剩下一天 明天就是 諮詢期完了 他就說 為什麼你現在 這兩個星期 才來反對的呢 過去幾年 做了一個諮詢 這麼多階段 立法會 我也不聽很多反對 民間 我也不聽很多反對 根本 他就從來 沒有想過諮詢 沒有想過真諮詢 最好就是 不知不覺 這幾年就過去了 然後 現在諮詢期完結 他就想著冷處理 即過了 我想他會休息幾個月 然後再看看 怎樣叫做 收集了一些諮詢會的意見之後 再拿他那個 最終的發展方案出來 我希望各位 香港人 只要看通這個特區政府 最荒謬的是 這個廣告登出來 星期六 是不會提到星期六的諮詢會 即是不想你去的 不告訴你 是想你不去 想你不知道 所以 是不能夠怪話 我們香港市民 是陰謀論 現在那個陰謀是司馬超之新聞 剛才大家看到路人皆見 一會兒如果有時間 我們再去新聞別討論 謝謝 謝謝 我們有一點時間 如果你有需要 你可以問問在場的人 自己 剛才發言 就是團體為一個人 我想問剛才說的數字 即是他說的數字 是不是真的 200戶龍戶受影響 是隨時可以密地復間 他有沒有提出過一些具體的計劃呢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每一成都用什麼 但是你用發展局的名義 只有一個全版廣告 用公帑去說謊 現在就是這樣 那些是他們的本色 他們的本色 應該是做慣妥的 即是你 如果你們逐字逐句 就可以踢爆他 即是每一句都 每一段都有謊 我們特區政府變成這樣 我們為什麼要相信他會撤回呢 他根本就不會撤回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第二位 請又是新界東工黨的張超雄 張超雄 大家好 多謝之前各位表達的意見 其實這件事 我們在座 我想大致上的方向差不多了 即是我們都在質疑著整個計劃 究竟是為誰 政府不斷否認跟這個融合無關 大家都清楚 其實無論文件 或者剛才幾位朋友 劍青、阿邦等分析 其實都很清楚 部署的策略 是跟深圳 所謂中港融合好 同城化好 或者鄉鎮 這些這樣的概念有關 那在發展的內容 大家也都清楚 其實對於很多的居民 對於很多 尤其是主要影響一些非原居民 農民 或者在那裏的寮屋居民 在那裏很多現在其實剩下的 是一些路人家 對於他們的生計 是會很大影響 實際上 如果要發展了這裏的三個區之後 所說的低密度綠色生活 這些東西 其實是絕對荒謬的 因為我們見到 根本現在這三區的人口 已經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然後我們就要剷起它 然後再做一個綠色低密度生活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覺得其實再這樣 我們現在民間 我們就不需要再 所謂creating to the quiet 就是我們再跟大家講道 沒什麼意思 就是大家其實都同意 全部這些東西 我們都基本上覺得 整個規劃是由上而下 是找我們一份沒有尊重居民 沒有尊重農業 沒有看回其實 就是在土地上面那些居民 究竟他們的生計是怎樣 我想要想的 其實我們這個民間 現在都沒有官在這裏 這些官都不願意來 他們都不想聽 他們已經聽夠了 他們要聽就已經聽到 事實上根本有很多 在政府自己的文件都顯示它 就是我讀少少給大家聽 根本就是 就是他們都知道了 在政府文件裏面 他曾經在2010年1月23日 就諮詢過這個虎地爭 天平山村 石灰山村 石灰山村 馬市報和寧山村的居民 有很多意見 就是重複又重複 比如說 主要意見是什麼呢 不滿政府撤斷村民的 家園和土地的歸屬感 以大型商場辦公室疏離 人與土地之間的感情 對私人產權毫無保障 這個村民的多年的心血 扶諸東流 不少的長者 和很多的鄉村的街坊 有深厚的感情 這些他們是要求不遷不察的 不滿意政府不顧農業 將鄉村變成石屎森林 摧毀村民的家園 中國政府 不讀那麼多 總之又扼殺農業 又不滿污水處理廠 放在那裡 又會影響當地的生態 朗原的生態 有了這些文件 其實一頁一頁 都是很多不滿的聲音 但政府很厲害 他諮詢完之後 做了一個撮腰 放在這個附件那裡 然後他的文件 似乎跟這些意見 沒有什麼關係 放在附件那裡 我們如果今天 剛才葉毅明說 我們又做過什麼撮腰 給他多一個附件 沒什麼意思 不如我們接下來 要談一下 怎樣做 怎樣去 全民規劃 如果你說要全民規劃 怎樣規劃 怎樣去阻止現在這個政府 他說完了諮詢了 跟著他理論上要行什麼步伐呢 在立法會 我們怎樣去配合這個民間運動 這些是我覺得我們要談的事情 當然 立法會 十月復會 我們有工具 譬如說在事務委員會 在發展事務委員會 我們應該可以拿這個議題出來談 那接下來呢 至低限度 我們可以要求整件事 是政府再向立法會交代 在交代過程呢 我們可以要求公聽會 公聽會呢 我們可以搞三幾天都OK的 只要有團體上來講話 只要大家有意見 其實是可以再講一次 不過大港都要想 我們有些什麼的方法 是可以能夠把這些現在的不公義的情況 是清楚都講到給香港市民聽 我想這個其實 接下來的輿論戰是很重要 剛才萬必講了 政府等錢出來買廣告 那他不只買廣告的 林鄭出來講兩句話 你的政黨都贊成了 那個效果更厲害 一會大家又出來又罵些政黨 又罵些議員 那就正吧 那你之間會互相罵啊 一會兒有侯資強出來說 沒有所謂啊 三次都可以賣 什麼都可以賣 那所以怎樣 接下來我們不是說 只是去立法會表達 而是用它作為一個平台 用它作為一個地方 那裡是有一定傳媒的注意力的 今天傳媒都是放了一些注意力在那裡 這個是好事 我們不能夠因為政府說 就是明天諮詢完之後 就收檔 然後我們就開展計劃 一定不會 立法會剛剛復會 我們一定不會放過它 那但是除了在事務委員會那裡談 或者它要上財委會的時候 我們要借它 有用什麼方法去阻止它 或者它如果有沒有一些部分的工程 要需要在公務小組那裡過 總之在立法會批款的過程那裡去阻止它之外 有什麼我們可以怎樣帶動公眾討論 怎樣在未來這幾個月 我們估計這件事不會很短時間發生 我們要預計未來有幾個月的一個過程 在座各位 或者你們回去 或者你們今天代表的一些團體 我們要有個想法 就是怎樣去推動這個公眾討論 當這個公眾討論是去到好像反國教那時候 當我們能夠集結到 就是匯聚到足夠的力量 政府呢 是去到一個地方是不切不得 那我覺得那個就會成為 就是我們要聚焦的地方 那當然今天或者我們未必談得到 不過我想指出 其實這個是我們要 接下來準備這幾個月要作戰的 那我自己老實說 我一定會將這個議題帶回到街 我們都希望 我不知道其他團體會不會願意 就是擺街閘 下街將這件事再講清楚 要出一些單張簡單的 是到point的 那其實過去就算在競選期間 我們都出過一些單張 是專門就著這個發展東北發展計劃 嘗試去解釋給市民聽 不過說真的呢 市民的反應只是普通的 就是大家都不太知道你在說什麼的 而且整件事是複雜的 到時又會有其他的東西 就是引起了其他的注意 好像上次的諮詢會呢 我們聽到其實那些村民是很不開心 就是完了之後呢 好像覺得我們那些村民嘗試表達了意見 但是呢 就出來的畫面呢 就是有兩批的村民 政府似乎又安排了 有一批就是 這些是很肯賣東西的村民 就兩批在那裡互相挨扯打架 然後畫面就是變成衝突 但是其實很多村民的心血 他們真是幾代的歷史那個情感 他面對滅村 但是這些東西就出不來 所以那些村民是好 我聽到是很不開心 那我們怎樣把這些故事可以豐富一點 深度一點去表達呢 我想未來真的要很多人幫忙 文化界要落水 懂得拍照也要落水 知不得的要寫故事 那些數字清楚的 頭腦精明的 劍清的這些數字 要講得清清楚楚 兩三個數字 在文匯部投稿 真是要眾人的力量都要集結 好 張超龍你有沒有些事想問回 你剛才的團體 或者剛才發言的個人 接下來 我不知道有些什麼事件 我們都要不斷有些事聚焦去討論 17號 梁振英就會去立法會 是第一次會來立法會 就講他那些小型的施政報告這樣的款 不過應該就是他講一些 他的鴻圖偉略這樣 那會不會17號都是其中一個日子 大家可以考慮有一些行動 我拋出來問大家 可以大家回去想想 不需要現在的 OK 謝謝你 然後我們請新界東公民黨的方家華 謝謝 謝謝 大會邀請我出席這個研討會 今天我發言會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回應剛才的團體和個別市民提出的觀點 第二部分是講一講公民黨的立場 首先剛才有市民質疑 我們立法會議員是否白色做了什麼 一質疑我做了什麼 就是以公民黨的立場是什麼 我是完全理解的 我是完全理解的 因為老實說 我老婆也不會有空坐在電視機前面 看我的辯論 傳媒更加 我試過家裡的狗死了買了兩個報紙 但是我沒有說什麼 就沒有報紙買了 就是所謂的市民論解話 我是明白的 或者我簡單一點回應 就是其實我跟進東北發展這個事業 現在是09年開始 09年我已經到馬市部 是到區 是幫市民對抗那些發展商收地的問題 之後我就積極參與這個諮詢所出現的問題 其實這個東北發展的規劃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諮詢 是不得意的 我記得在2009年 應該是在2009年 和尾 並說中巡 就出席了第一個諮詢大會 當時我記得長烏也有去 阿興姐好像也有出席 我們已經是極力反對 所以有沒有人反對 這個真是荒天下之大謀 在10年我在立法會上提出一個口頭質詢 這個在大會上提出的 電視機有播 所有人都有參與 當時的質詢對象就是 正在林鄭 當時她仍然是發展局局長 質詢的主題就是 為何你所謂的諮詢 第三輪諮詢 這是為何第三輪諮詢出來的 所以你問我們做甚麼 第三輪諮詢是這樣出來的 林鄭說沒有人反對 當然那張嘴是她的 她可以這樣說 但我剛才解釋給你聽 由2009年開始 立場已經非常清晰 我們的黨魁 她一向都很客氣 嚇到我很多 她當日發現 其實她是讚的 林鄭是更上一層樓 做這個政務司司長 不過她就太客氣了 被人跟著 就屈回頭去屈了她 不過不要緊 其實不要緊 我覺得人在做天上開 究竟我們做甚麼 我們律長甚麼 是很清晰的 或者很簡單 不要說其他事情 或者說一說 其實就算剛才你說的 為何立法會議員 不理我們劳交公企 麥希姐立刻可以出來說 我們是不是每年都說 每年都說 要增建公屋 復建居公 每一年施政報告 每一年的財政預算案 我們都拿出來說 每一年我們都提出動議 很多動議都通過了 我們都是沒有說的 不過就只有講字 但是你說我們是否不做事 就以事實不負 做不到事 這就是我們承認 不是我們的錯 制度的錯 我希望你 是投票給民主黨 民主派 你不要投票給民建議 你不要投票給民建議 你不要投票給民建議之後 就出來說 你們民主派不做事 我們要好選 我希望你真心心 都是投票給民主派 或者說一說 我剛才說 為何這個諮詢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諮詢有兩個基本原則 政府都是沒有做到的 第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要有足夠的資料 給你被諮詢的人 那個諮詢就會有意義 因為如果你根本 你給了一些錯誤的資料 或者不給他資料 你只問你 喂 你要不要公屋 那人當然是要的 是吧 有哪些人說不要呢 是吧 當然 那天有少數人說不要 不過我也要矯正你剛才所說的 那個剛才叫Peter Jenner 我也要矯正你剛才所說的 現在這個發展計劃 你有看它的數字嗎 這個東北發展計劃 整個規劃 所收回的土地 應該是780公頃 但如果除了六塊一帶 其實可以建設計劃的地方 只有533公頃 以533公頃裏面 規劃了要建屋的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167公頃 167公頃 167公頃裏面所說的公屋單位 不是公屋單位 他說官營的居所是四成 四成 四成就是16 即是40公頃 都不是全是公屋 40公頃 可以建設計劃 5萬多個住戶 如果是4成的話 你會建設計劃2萬多個住戶 梁振英還未上台 就能建設計劃 我已經建設計劃7萬5萬 你給2萬個住戶 就要這麼多人流離失所 花這麼多錢 跪得先 還有一件事 政府從來沒有解釋清楚 現在政府有的空置的官僚 是2100公頃 其實不止4000公頃 應該是4000公頃 但政府如果越過越是2100 當它2100 裡面1200個公頃 是建設計劃低密度 有人質疑是建設計劃低密度 也不算 2100公頃 減了1200公頃 還有900公頃 我們現在說的東北法節 是20公頃 為何會掃出來呢 所以我呢 我立即完結之後 我會來 我覺得其中一個月可以做 我們公開邀請 林鄭 陳湯火 陳局長 陳局長 還有這個 規劃 處長 跟我們公開辯論 他們不敢來 一定是 我第一個要跟公開辯論 我相信所有民主派 阿卿姐慢一點 阿佛也會肯跟他辯論 或者民間團隊都可以跟他辯論 為何他今天不來呢 我今天星期初 我跟這個處長 一起出了一個電視台節目 不知道那個電視台節目 是否在那裡 NOW TV 我提出了一些規劃的問題 他沒有一條答案 完了之後我就說 喂 今個禮拜六 有個研討會有聽到 他說請還你和局長 你會不會來 他說 我一定盡力來 因為我阿姨會出席 阿Mo 你現在說的就是 昨晚11點鐘 告訴他不來 我不知道他開了幾次會之後 他決定不來 所以 沒辦法 李俊他就縮 是吧 李俊他就屈你 我們要跟他聊 他又不肯跟你聊 開始當日 八千多人去那個 所謂諮詢會 你們有沒有去到 大家都去到 他就知道 他在高屋坐在台上 跟著他 紮紮 尼宇成幾十碼 電視機 是不是 你看不到他 他就看不到我 這樣就叫對話 每人就兩分鐘 說了些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一件事 公開邀請大家 公開辯論 如果你這麼聰明 拿出來 你交了數字出來 跟他說 我會爬底的 我相信 絕對這裡 坐在這個房間裡 最低限度有八成人 都會願意跟他 公開辯論 第二個原則 他會處理到 就是說 李俊雄 不只是諮詢 那些地區團體 有勢力團體 就是說 區議會 鄉議局 也不單單是 這區諮詢 受影響的居民 為什麼呢 這個不只是他們的問題 這個是全香港的規劃 用的是我們公共的土地資源 這個不是政府的土地 不是香港的土地 是全香港的土地 我們用的是公帑 我們的錢 你的錢 我的錢 那為什麼這個諮詢 要搞到這麼秘密 規模要這麼小 為什麼不是全香港 都要討論 如果你說一個公屋的規劃 我們需要多少公屋 在哪裡 為什麼不是全香港人都關注 為什麼只是東北居民 才要關注 你是否要出來講清楚 現在我有多少土地 可以起到公共能 你剛才說 拆了個戈爾夫球場 我打戈爾夫球 對不起 我是不是要去贊成 但是我不贊成 如果說真的全香港都沒有空地 那我願意拿出來 但是現在不是 我剛才說過 有2100公頃 2100公頃 三個戈爾夫球場都夠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不是說要 要剷掉個戈爾夫球場 一定要剷掉戈爾夫球場 不過 這是一個論點上的比喻 是不是 其實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 用來建公屋 所以你不要走出來跟我說 我要建公屋 你的人反對 就是反對建公屋 就是希望 將社會 建成一個對立 你又討厭我 我又討厭你 他就說公民黨要支持他 所以民主派的人就會說 哇公民黨怎麼會這樣 是吧 是吧 就是 那他就被人冤枉 那他就被人冤枉 老實說被人冤枉 那也有的 真的冤枉了這麼大件事 我覺得 就比較難接受 所以很簡單說一句 公民黨 只有一天 還在公民黨 我們都是反對這個計劃的 我們反對是要他推倒從來 的意思不是說 以後都不做 全面確知 而是說你如果要做這件事 首先你要做一個正正當當有意義的諮詢 還有你要重新規劃 是令到你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是影響不到當地受影響的人 或者如果影響到他 你要給一個合理的代替品 不是說賠償 是代替品 因為他現在說 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有些 所謂鄉村式的發展地區 是被那些居民去官遷的 但我再問他一句 這個是星期一 我們有一件事跟我問他 其實你有多少 他說是Roney現在不夠 因為我拿出來那些 很多都要給丁權的人 是起的 你有多少可以拿出來給人復加呢 他講不出 或者他不肯講 所以這就是正正是政府 是欺騙市民 作一個虛偽諮詢 做得出來的結果 好 謝謝湯家華 你有沒有一些事 想問一下 問一下剛剛的 我想問一下 你舉手 哪些人贊成 我們邀請政府局長 司長 和處長 公開辯論 就是這個問題 暫時你追搜 隨時Ready 不用提及公開 有結果 好 謝謝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 世界都民主黨的劉慧卿 各位朋友 很高興今天來到這個諮詢會 很支持這個主辦單位 我也是非常遺憾 當局沒有勇氣 他根本就不 沒有勇氣 沒有勇氣 去面向控制 這是作為政府當局很差的 剛才Michael說 晚上11時就回覆他 如果用陳茂波的水準 進步了一個小時 因為上次講劏房 他12時才出新聞稿 但陳茂波是我以前的同事 我覺得是很遺憾 他有今天這樣的 如是這樣的景地 真是很差 剛才很多位朋友都說話 尤其是很欣賞陳小姐 他一個很生動 尤其是他很記性 他就說政府自己 初初出來諮詢的時候 他有幾個大的基礎 其中一個就是說 有一個策略性的方向 就是怎樣令到這個區 是和諸三角融合的 其實你說了的話 市民是記得的 你猜個個都好像他這樣 假裝失憶的嗎 而現在出來 當市民說 我們很不喜歡同城化 很不喜歡什麼融合 然後又說不是了 只是為香港 如果你經常說話不認的時候 你是沒有公信力 是沒有誠信 所以我覺得梁振英集團 最大的問題就是他沒有誠信 現在林鄭月娥她自己說 我上一屆民望都算高 這個是事實 但是她把她自己的民望押了下去 我看不到她 她幫不到她自己 也幫不到特區政府 更加幫不到我們香港市民 所以當天她在電視那裡哭 所以後來有一些報紙說 如果她這樣都哭 她說我們香港真的要同聲一哭 其實不會說我誰大人陪你哭 我真的很生氣 不過我就不會哭 但是她哭什麼 她以為說我那些民望都挺好的 官員 那我也跳船 就是這樣怎麼對得住香港人 如果你繼續為一個這樣的集團服務 你又怎麼對得住香港人呢 在今天這個事件 剛才超雄說得很好 其實大家都 除了有 是不是Peter Chan 或者還有這個 未必同聲同氣 也不是要求所有人同聲同氣 但是大家很多事情其實都很同意 我們民主黨 星期五也是交了一份意見書給當局 我們也是叫它撤門這個方案 因為我們就是聽到社會上 很多人是很有意見 當然有些人就說 那林鄭說你們幾年前開會 說沒有什麼意見 那當時我相信 我自己應該就不是發展事務委員會 但是有些會我都去開 那當時我相信也都不是說 那麼有意見 就是社會上 那大家也都說 提點她某些事情 就叫她去 然後她一路進展 那現在的事實是 現在是很多意見 不是說08年甚至09年是沒有意見 就變成你香港人 就永遠不准再提意見 不是這樣 甚至有些街坊說 其實她都不知道 你兵臨城下我才知道 那我就表達我的意見 難道你說 喂 為何你08年不說 為何你09年不說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那句話 又有什麼意思呢 她 我再提醒你們 你可以翻查立法會開會 當時我問她一個問題 她很清晰地答 我也都引述了很多次 她說劉議員 她說我們政府明白 如果社會是沒有爭議 立法會是不會阻礙我們政府的 這個絕對是對的 我們財委會 我們法案委員會 通過多少條重案 批了多少億 為什麽 那些是沒有爭議的 你以為議員 我和家華 這麼有空 無風起浪 她就有空 我不答 但她都有其他事情做 所以就是 林鄭明白 如果社會沒有爭議 不會天天來到立法會 兵臨城下 喂 她拿些東西來 我們問一下 都要問 然後就批了 但是今時今日 你說一個 諮詢會 六千人 一萬人 還不是有意見嗎 你當然可以說 有些人是支持她的 但是也都有人反對她 那如果搬回她 剛才自己說的那句話出來 立法會 是要提出來說 是不是很合理呢 所以我是很同意 超雄說 我們在立法會 是應該要跟進 我已經入了一條口頭的問題 希望可以盡快抽得到 我們會跟進 在事務委員會 當然會跟進 其實接下來這個星期五 大家同事不知道收到 看不看到 他們給了一封信 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發展局 是請我們去一個 上一次還是今次 今屆 今屆 後天開始做議員 那批 七十個 請我們去一個簡介會 簡介發展局的工作 然後就吃飯 但問題就是 我回去 我會告訴局長 我會去 我亦都會告訴他 我今天來過這裏 亦都是這幾個星期 你們都有很多場合 表達了意見 我希望他那個簡介會 是會很重點 簡介給七十個新的議員 告訴我們 為什麽這件事 會事到如今 我亦都希望 梁振英來的時候 他亦都要去解釋 為什麽一時一躍 為什麽給市民 是完全沒有信心 因為政府說的話 是朝令夕改 所以各位市民 我們是會盡量 將你們的意見 你們的聲音 帶入議會 我們民主黨自己 亦都成立了一個 東北策劃的組 另外 我們北區的區議員 羅勢恩 更加成立了一個 支援組 就是被那些被人逼遷 那些 是有很多戶 就是被人趕走 那他盡量 和其他專業人士 是他盡量幫的 去幫他們 但是我們是很明白 我們一定要和公民社會 是全力合作 所以無論在議會裏面 或者在外面 民主黨是會很樂意 是和大家一起合作 那麽我們民主黨自己 談過之後 他就建議我 是就這件事 這個東北法治 我是做發言人的 那麽所以呢 我會很歡迎大家 有什麽隨時找我 那麽現在和在這裏 阿曉林 他亦都去過很多 很多場的公聽會 阿曉林 亦都是和你們很多 有聯絡過 我們的胡志偉 剛才在這裏走 他是我們規劃的副發言人 他亦都是很關心 那麽所以我想告訴大家 街坊聽 我們一定會去做 但是我很同意 剛才超雄說了一句說話 他說當日幾千人在這裏 很多村民 講他們的憂慮 但是後來出來的 是什麽場面 就是兩幫人在這裏吵 那麽那些 我自己傳媒出身 我當然明白 你有動作 你很愈打到周圍 刮到臉都紅了 或者什麽的 就是重大新聞 或者還有激烈一點 但是人家那些很平實 很緊張的訴求 就被你的動作掃掉了 那那幫人 他不會覺得說 你們兩個都打架 就把我的訴求 放得很清楚 不會的 所以我亦都是希望 各位市民 是明白 當你們自己 採取行動的時候 當然每個人採取行動 你當然想自己的行動 上頭版 晚上六點半新聞 頭條 但是你亦都知道 你做什麽事 就一定會高些 如果你很平實 說 我們又不想去 不遷不拆 農地又想去 給回家 喂 對那些傳媒來說 有什麽這麼大 除非你 你找幾萬人來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被A人 不太多 你就要打架 或者各樣東西 那些就很吸引 但是到別人想說 那些的時候 全部就被你掃掉了 所以各位朋友 我相信我們自己 香港是一個 就是在各方面 是非常之成熟的社會 昨天明報問我 回應梁振英 和台灣的人說 我說我們香港人 我們的成熟程度 是超乎非常之多 國家或者城市的人 我們絕對是可以有民主 我們 因為百多萬人遊行 一個玻璃瓶都沒有打爛過的 也都不會出現那些什麼場面 是去搶光鏡頭 但是社會在發展 將來 大家要怎麽表達 怎麽為大家受害的人去爭取 我希望大家運用你們的智慧 我們在立法會 我們民主黨 會和立法會議員 亦都會和公民社會一起合作 那我歡迎大家 有什麽事 隨時找我 不星期二就不行 因為我們來開集思會 但是我們阿輝都會來 希望我可以和大家繼續合作 多謝 劉維希 你有沒有些事想問 剛才發覺言的團體 或者個人 星期五是哪個團體 星期五 他問我回答 星期五 那個簡介會 給七十個立法會議員 在政府總部 食飯在對面 叫海都 那我就不知道有幾多個議員是會去的 但是他的簡介會 他有給議員選的 都頗好 即是吃飯之前 有一節 那你可以 簡介會完結了 就去吃飯 因爲如果你沒有空 他就吃完飯 下午又會再有一個簡介會 他就說簡介去發展局的工作 那昨天也有記者問了 他說 那麽多個局都沒有人做 為何他做 那可能他就自己知道自己很不行 所以是星期五上同下 那中間有頓飯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方家人可能太多了 好 我們最後請到的立法會議員 就是馮檢基 馮檢基就是民鐵 亦都是區議會的第二公民組別 謝謝 各位朋友 我沒有講過內容之前 我一定要搞清楚梁振英那些話 就一定不包括我的 就是因爲六月那次開發展委員會 我是很清楚 我是講過兩點而已 而這個一直都是我們民力的立場 就是民力對那個產權的轉移 是很緊張和很敏感的 所以如果大家記得 以往當政府修改法例 由100%收完產權 才可以稱之重建 或者賣給別人 改為九成 改為八成 文獻每一次投犯率 所以那時候我發言 我發言的時候第一點就是 如果你在東北區收了一些產業的時候 是透過政府機制 將一些產業由A轉到B 其實你用政府機器 將一些財產由A轉到B 第二,這個我是原則性 甚至可以說香港運作上 精神上的一個原則反對 這個我很清楚講到 第二就是如果影響到東北那麼大 我就希望我們選完之後 即九月之後 是一個全面的諮詢 全面就是全香港 這兩點我是很清楚的 所以如果當日沒有人提反對意見 就這個應該是 他當我 即是聽不到我的東西 即是就當我不出來 對不對 今天我剛才這麼多同事 說了之後 我就覺得我就不想 爭吵一些 是 他講這句 我講那句 即是先說出來 我就反而講一些 從ABC開始 即是規劃什麼東西 究竟在規劃東北 是什麼問題 當然我剛才講的 可能大家第一次聽都不明白 可能對我說的東西未必同意 都不緊要的 釘出來討論 釘出來討論 首先我覺得 今次這麼大的問題 七一回歸之後 梁振英這麼多問題 其實最大的問題 他開始自己是 僭建一個謊話 蓋一個謊話 這些謊話 蓋一個謊話之後 他就出現了誠信問題 根本對整個梁振英 政府的信任 是出現了很大 高度的不相信 所以你看到 由七一之後 梁振英會講一個政策 講一段說話 都被人質疑 就算是什麼好人家 坐車都被人質疑 以前都會這樣 是不是 其實很明顯就是 梁振英現在的政府 就被香港人用翻箱搗籠 每一樣都很仔細 看看你背後沒有為什麼 做 懷疑你的動機 懷疑你為什麼 要做這件事 懷疑你可能為將來 自己再設計那個 不知什麼特首選舉 都不定 所以這是一個最基本上的問題 導致到今天的情況 我覺得 第二 我也要向大家 代表李振英與陳振英同事 我覺得我們再做立法會 我覺得我們真的有些跟 現在的公民社會的關係 我覺得我們立法會滅透。 起碼七一之後 此後的 之前都有 習近平 totalement做那個 這個 國民教育 以現在東北的規劃 我們的反應 相對於公民社會的反應 我們有猛高 事 lawsuit 我都是要向大家,可以說是致歉, 但將來我們立法會應該站在前面的, 站在前面,即是我們最有條件知道的問題, 最有條件拿到資料, 最有條件就這些資料我們作分析, 因為我們有很多政黨在那裏, 即是我不應該慢過公民社會, 所以這兩點我要先提一下這兩點。 第三點,我有一個是經過這兩三個月, 特別是上個禮拜日的諮詢大會, 大家知道我都是去的, 還有那些,我都不記得他什麼名字, 就是把原居民的村長講, 即是池塘都拆過了, 即是我覺得當年寫《基本法》 現在的情況真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當年寫《基本法》就是保障原居民的權益, 我覺得權益就不只是講錢, 即是給我錢,權益是我的鄉土情, 鄉土的歷史,香港文化, 這個我是作為一個鄉土原居民的權利, 我要繼續維持這種生活, 但現在說對不起, 持黨都可以不要了, 給我錢就可以了, 所以保障原居民的權益, 是在講益, 而不是權益, 到後來最出來吵的那些, 大家看到那些原居民說, 那些人都不是原居民, 搬進來住了多久, 搬進來十年八年了, 到後來這班人最緊張自己的權益, 而不是益, 那權益是什麼呢, 就是我在這裡生活, 我願意做一些耕田式的生活, 鄉郊式的生活, 鄉郊式的文化, 大家聽不懂嗎, 當原來《基本法》原來想保護原居民的權益, 現在變成原居民都不叫這種權益, 相反地我們可能城市人什麼都非原居民, 搬進去之後, 我們想要這種權益, 大家聽到這個變動嗎, 這個變動大家要清楚, 現在我們針對幫助那些人, 爭取什麼東西, 我們一定要清楚這個定位, 這是第三點我想提, 第四點我想提的就是, 政府提出, 其實每一次諮詢, 百寫字都寫出來, 梁振英11月他做選特首時走去鄉議局, 接受電視台的訪問很清楚說出來, 其實東北那個就是為中港融合, 深港也是深圳和香港融合的一個工作, 很清楚的, 對我來說, 我不會現在立刻說不應該, 不要做, 不理, 不行, 其實九個年代民意已經提出一個觀點, 現在的經濟, 我們再不能夠用城市經濟去發展城市, 即是說香港不可以靠自己, 它變成一個獨立經濟體系去發展自己香港, 香港, 七年代就可以, 八年就可以, 九個年代民意已經覺得不行, 所以當時我們一直跟, 當年的陳方安生, 是提, 中港要有, 我們不叫融合了, 要有三通, 人的通往用什麼方式, 貨物的通往, 互相通往用什麼方式, 就是錢的通往用什麼方式, 我們要建立到這些方式, 變成一個地區性的經濟體系, 你才能夠香港生存得到, 其實全部歐洲, 全部用是regional economy, 再不是city economy, 所以現在我們立刻說, 中港不應融合, 我講不到, 但是用這個方式融合, 這個是地的融合, 不是人,不是錢, 不是說貨物, 所以我未必同意用地去搞融合, 因為我剛才說那些人的融合, 可能是火車, 當時我提了, 我提了, 整好的鐵路網, 還提了一條, 專門運貨的鐵路網, 當時反對, 因為貨櫃司機那些公司, 反了很厲害, 我不說以前的事情, 所以中港融合這個人, 我又覺得是, 可以討論, 大肆討論, 全面討論, 不只是你梁振, 講幾句話, 就講了是, 以及這個融合, 怎樣用方式融合, 更加要討論,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不會反融合, 但是一定不是用東北, 一定不是用東北, 第五點我想看, 就是規劃, 現在它用的規劃是, 大概是700公頃, 其中150公頃就是房屋, 這150公頃裡面, 有40公頃就是公屋, 一個可以改了, 改了半, 大概75公頃, 但是那個地裡面, 還有150公頃是農地, 經它這個新規劃之後, 這150公頃農地全部沒有差, 那我就立即擔心, 另外一個天水圍, 另外一個將軍澳, 那天水圍和將軍澳在我們, 現代的規劃裡面, 是錯的, 是很大問題的, 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怎麼弄弄, 講幾點給我聽呢, 又不講完給我聽呢, 我一定會在朝國的角度想, 如果當我是朝國的角度想, 我就一定反應,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人很清楚, 是錯例子來的, 你還要走錯例子? 如果你說不是的, 那不是的, 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你講得仔細一點我聽, 我覺得現在這份這樣的文件, 是不足以去告訴我, 將來的發展, 跟天水圍和這個, 將軍澳有多大的差別, 我總共又再講, 如果規劃上面, 新界的東北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真的將新界的東北, 是後花園的話, 這個是香港人的後花園, 一定不可以在深圳的後花園, 我們可以將東北設計, 成為香港人自己享用的後花園, 而那個設計, 全部是以香港人的本位, 作為基礎設計, 就不是說, 不用回鄉政, 不用簽VSA, 隨時出入, 這個就是為內地做, 我們不是自己香港人做的, 香港人, 其實香港現在的城市設計, 是否足夠地, 令到我們生活得一個移居的城市, 一個活潑的城市, 一個住得安全, 如果大家記得, 我當年選特首初選的時候, 我說我希望踩單車, 行步行員做得到這些事情, 不需要搭車, 那你告訴我, 做不做, 如果政府說做的, 怎樣做, 他現在講了這本, 是怎麼說的, 說是不要污染, 不要用電油的車進去, 但又講了幾個聯則, 沒有說怎樣做, 這個不夠, 還有一些規劃有關的, 就是農業發展, 剛才那一百五十公頃抹光, 其實一百五十公頃, 對我來說是一個寶貝, 兩個寶貝, 第一個就是, 現在很多的食物都有問題, 當我們自己有達一百五十公頃的有機農耕的話, 當真的有問題出現的時候, 我們這些有機農耕可以補充這個情況, 第二, 這個有機農耕是在發展中的, 其實在二千年的時候, 我馮劍基曾經幫過手去搞那些堆田, 透過回收那些木柱域, 去搞堆田, 送給一些堆肥, 送給那些有機的農場, 糟了, 不足夠時間, 先講一下, 從這裡來講, 很多個例子, 日本, 台灣, 歐洲, 開始搞農耕, 搞城市農耕, 在市區裡面搞農耕, 新界都要趕絕, 那市區不用想了, 其實一直在講六大產業, 其實這是甚麼第七大產業呢? 完全可以的, 為甚麼政府不可以想呢? 這個也是要回答我的, 最後給我們講完最後一點, 講完最後一點就是, 我猜簡單, 因為如果有機會就問我, 先講多一點, 我同意我們政府要找土地儲備, 土地儲備除了它自己講的二千公頃之外, 有很多方法, 我只是點睛式講出來, 即刻找到土地儲備, 我們曾經提及過, 在香港島的西邊, 即是那個青蛙咀, 大嶼山的中間, 近著長洲, 這個日一定會被你們罵的, 填海, 做人工倒出來, 將所有污染的工業放在那裏, 貨櫃碼頭, 清衣的油股, 於是在葵櫲的貨櫃碼頭, 或是大塊土地, 市區的土地, 近市區的土地, 即刻可以用, 大家辯論一下, 可以怎樣做, 我同意這個是爭吐的, 第二個, 以往我們飛機航線, 包括衛生水埗, 包括九龍塘, 全部都是低密度, 不是低密度, 高密度, 不過很矮, 五層樓, 其實將你整個, 飛機航線那個的面積, 我們夠膽一點, 重新規劃它, 做一個是, 整體, 舊區, 低密, 即是低, 飛機航線的密度, 的地區, 再畫一個新的圖出來, 讓大家討論, 大家要些什麼東西, 我們將那些區, 變成一個新的規劃, 然後拿出來, 大家同意了之後, 將舊區重新這樣做, 這些其實都有很多, 很多可能性出來的, 我覺得應該從這些角度去想, 我希望, 如果跪香港的正面發展, 去想, 扔一些東西出來, 不同意不要緊, 起碼有些辯論, 有得討論, 究竟香港要怎樣做,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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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一點時間, 留給公眾的發言, 如果剛才的團體, 或者個人, 你重新發言也好, 或者你繼續發言也好, 我們都可以, 在30分鐘時間內, 如果容許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 盡量滿足大家的要求, 如果你需要發言那天, 麻煩你舉一舉手, 我們會有一個無線咪, 提給你的, 首先, 最上面那位, 答案的那位, 之後就可能是Peter Chen, 第三位就是, 你也說一說自己的名字, 好嗎? 大家好, 我姓關的, 剛才我聽到, 馮檢基議員說, 有機農間這件事, 農業, 我想有一點補充, 首先, 大家在茶餐廳, 在舊式, 或者中式的酒樓, 相信大家, 應該有見過, 這個叫做, 郊外油菜, 或者叫做, 新界菜,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來自哪裏呢? 那些郊外油菜, 和新界菜, 通常是來自, 新界東北區的, 正正呢, 其中一些的土地, 就是, 今次的, 新界東北, 研究計劃裏面的土地, 通常, 在哪裏種? 在新界東北, 不同地裏種, 包括了, 以上的三個發展區, 和, 通常在舊區的菜檔, 都會有得買的, 如果大家問回, 上一代父母, 甚至是祖父母, 都會明白, 他們對新界菜, 是有份情意見的, 那現在, 中國食物的品質, 和安全, 出現了嚴重問題的時候, 其實香港, 是不是應該, 都要再注重, 自給糧食, 這一個方面呢? 起碼, 在米, 或者菜那裏, 我們有一部份的糧食, 是應該要給香港人, 自己去拿主意, 還有, 現在香港人, 其實都已經要捱這個, 很昂貴的東江水, 和一些很貴的白米, 如果我們還在菜那裏, 我們不去靠自己, 去供應一部份的自給糧食的話, 其實, 對於香港人的生活, 是很危險的, 那, 有些人就會問, 如果其他地方, 用其他地方入口的糧食, 是不是可以解決問題呢? 其實, 無論在中國也好, 在外地入口的食物, 大家都應該, 聽過有個字眼, 英文叫Food Mouse, 中文叫食物里程, 裡面包括人工, 交通, 保鮮, 保鮮, 這些全部都是成本來的, 而這些成本, 是會在糧食那裏, 會轉交給消費者, 最終, 香港市民都要捱貴食物, 以及也都降低了生活質素, 那我就覺得, 今次這件事, 在新界東北, 其實, 大家是可以, 用這個重點去講一講, 其實香港很多人, 尤其是在街市, 大家見到有些新界菜, 其實很多上一輩的人, 都會有情意見的, 因為, 因為大家知道, 除了是比較鮮甜, 比較好吃之外, 也都是比較安全, 這個我想, 食物安全這個議題, 其實, 大家都可以跟我說, 我覺得, 就是這麼多, 謝謝, 好, 謝謝, 因為盡量想多些朋友可以發言, 或者大家可以盡量, 將自己發言的時間, 留在三分鐘之內, 謝謝, 然後, 就是Paul Chen, 第三位就是, 唐忠家, 第四位是, 然後就是, Helix, Sorry, 我是Pita Chen, 所以, 就是這麼多人, 喜歡我的名字, 我叫Pita Chen, 我很認同, 剛才, 馮檢基說, 為什麼, 好像立法會議員, 那些反應, 是慢過公民社會, 我覺得, 是的, 可能, 你在立法會裡面, 浪費了很多時間, 去擺在高德高地, 去罵, 梁振政那些潛劍, 但是, 對於我的市民來講, 如果, 將來你們, 真的有機會直選, 做這個特區首長的話, 我希望, 你們留下一點點人情, 因為將來你們, 都會這樣被人人身攻擊的, 我都有, 有立法會議員, 我也想問回立法會議員, 為什麼政府, 去制定這個諮詢文件, 那時候, 那時候, 講入面, 不知道有多少公頃的土地, 用來建公屋的那些, 那些數字, 那麼, 你們開那個發展委員會, 那時候, 那時候, 立法會議員, 有沒有參與其中, 去制定那份諮詢文件, 為什麼政府, 有這樣的諮詢文件, 出來那時候, 好像, 跟你們那幫立法會議員, 沒有關係的, 那麼, 你們怎麼監察政府價, 說, 你們根本有些什麼, 立法會議員的責任, 包含在裡面, 那你們開會發展委員會, 做什麼的, 不就是廢的, 你們自己在裡面, 聊天, 跟政府推出一些政策, 是沒有關係的, 你可以全部射箱都可以的, 我們做一些市民, 真的覺得, 很浪費公帑, 在你們那些人的, 身水裡面, 政府做任何事情, 你說監察, 但是, 政府出現的文件, 又說, 不關你們的事, 你們做了些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謝謝, 或者, 兩位, 上一屆, 已經在這裡的議員, 有沒有興趣,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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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補充一樣東西, 死定了, 那你們立法會議員, 是不是反對整個, 東北發展計劃, 我聽完之後, 我不知道你們, 是不是反對, 即是, 新界有發展的計劃, 還是你反對, 現在政府這個, 我們反對現在這個, 我們呢, 叫他收回, 可以再討論, 再討論, 從各方面呢, 再聽, 希望呢, 如果是找到一個共識, 社會大部分人都同意的, 那個方向就是前進, 因為現在呢, 很多人都出來投訴, 就說, 其實他沒有被諮詢, 亦呢, 就是這樣就被規劃了, 他們很憤怒, 所以呢, 我們就希望, 政府是會肯這樣做, 那如果星期五, 我們見到, 局長, 或者其他人, 我們都會跟他說, 那至於政府的諮詢文件, 阿哥, 就不是我們寫的, 我們沒有份寫的, 這個政府呢, 和以往都是, 都是很差的, 他是不會呢, 是跟你談完一陣, 你各有的, 就是拿到資料, 他放下去, 而是他自己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很不幸地, 就是閉門造居, 自己寫了些東西, 拿來, 那在這個事件呢, 其實我也要講, 因為我自己呢, 就不是發展事務委員會成員, 就是呢, 我就不可以這麼詳細去講, 不過我相信之後呢, 我們都要拿回所有文件回來, 其實呢, 事務委員會呢, 是會再開會, 那麼我們立法會秘書處, 有一件事, 其實很多事做得很好, 不過有一樣呢, 是做得很好, 我也都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他們就很多議題, 是委員會談過的, 他會做一個背景資料, 那個背景資料, 是會看回那件事發展的, 十年八年, 看完那些資料來寫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 政府想寫文件來, 他等我們的背景資料先出了, 就是他們有些是很懶的, 那所以呢, 我都希望秘書處, 做一份很完整的背景資料, 給了議員和整個社會, 知道當時是提了些什麼出來, 是有沒有人反對議員, 怎樣去質詢, 但是現在看回, 我現在看到有限資料就是, 很明顯當時就不是很多, 就是反對意見, 或者可能那個事務委員會, 當時也沒有開工聽會, 那所以呢, 就變成大家覺得, 即是他大的狼拿來, 那大家, 你一定是關注這些, 我去問他, 你保育那裏, 你要找到一個平衡, 你不要在那裏, 都要走去發展, 那所以呢, 今次呢, 我相信回到去, 發展事務委員會, 一定要開工聽會的了, 那不知道會不會有一萬人來, 或者我們去大球場開了, 那但是呢, 這個是要做, 那議員呢, 也都不是會飛天的, 阿哥, 即是呢, 我們盡力去做, 做得不好呢, 大家是絕對是可以批評我們, 那但是呢, 我們都希望你們跟我們互動, 你可以找一些東西找我們, 有些資料你找不到的話, 找我們, 有些東西你覺得我們沒有提的, 希望你們呢, 都快點提, 告訴我們聽, 喂, 你們漏了那樣, 那大家希望互動, 就希望那個效果好些, 那麼, 阿家華, 其實有些我都回復了, 或者講一些很基本的, 就是, 公民教育, 香港的很多東西都不行, 但是最低限度, 都是三權分立, 什麼叫三權分立, 哪三權呢, 對不起, 就是行政、立法、司法, 就是行政和立法會呢, 是獨立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他們回看基本法, 立法會是廢的, 我同意, 因為立法會呢, 是無權制定政策, 無權組織政府, 無權立法, 無權立法, 無權提出這個法, 這個法例, 我們只可以, 有得投票的時候, 我們可以投票, 但你都知道, 是, 建制派比我們多票, 加上是分組點票, 那麼, 譬如, 剛才你說的這些諮詢, 其實永遠都沒有得投票的, 所以, 郭靖英走出來說, 哎呀, 沒有人反對, 問題就是, 不會有機會投票的, 因為呢, 他只是來知會, 我們現在正在做什麼, 他講什麼給我們聽, 完全由他決定, 我們呢, 每人發言, 只有五分鐘, 你開始問, 更少我, 剛才我站出去說的, 剛才我站出去, 也有十分鐘說的, 所以呢, 就有很多事情, 就真的, 老實說, 當時是, 一萬六都不頂, 我可以告訴你, 過去四年, 我是做了, 十六個事務委員會的成員, 十一個小組委員會的成員, 五十幾個立法, 立法小組的委員, 以及副主席, 以及主席, 四年之內, 數一數, 都有七十幾個會開的, 不是, 外會不是開一次的, 是兩個星期開一次, 但是呢, 在這麼多會之中, 對不起, 發展事務委員會, 就不是我負責, 那不是推特, 我在駐關主的東北發展, 是以新界東直選議員的身份, 就不是以發展事務委員會成員的身份, 去處理, 在我們的黨裏, 是有其他黨員處理的, 我亦都公開講過, 如果在這方面, 我們的溝通有問題, 我們將來會希望做好些, 但是當日, 梁家傑說, 老實實, 他真的不是, 是贊成東北發展的, 如果你看回發言的傳聞, 其實我們出了一個新聞稿, 當然, 你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 不是等於你不對, 但是傳聞是沒有登出來的, 當日的發言全部, 梁家傑太客氣了, 都是恭喜局長, 榮升, 這個政務司司長, 是沒有討論到東北發展的, 謝謝大家, 不要, 跟著我, 我以為是有位先生, 我認識楊, 我想說一說, 我的經驗就是, 我曾經去過一個研吐會, 就是有一個, 負責房屋事務高官說, 我是政府高官, 最不擅長的就是看樓市, 其實, 他根本就是不想做事, 他很害怕, 推倒樓市, 他們是不做事, 我曾經, 我沒有當面詢問他, 我給他幾十萬人, 如果你既然沒有資格做的, 那你就不要做了, 就好像, 為何現在, 那麼多高官, 還有空虛, 都會在這裏, 其實我這樣說, 我很記得, 林鄭說了一句, 其實這, 如果就算是東北這裏, 其實就算是第一塊土地通出來, 都有很多年之後, 譬如好像是2019年,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都說, 忘記了一件事, 最重要就是, 究竟, 如果是當做planning的時候, 為何會想到一件事, 是最近的, 怎樣去解決現在房屋的問題呢, 其實有一件事, 我覺得就是, 其實在Valuation Department那裏說, 每一年, 其實香港都有幾萬個空置的單位, 其實為何政府呢, 就不逼那些發展商, 把那幾萬個單位推出來呢, 每一年, 如果你說是有萬幾個需求的時候, 其實兩三年的demand已經變成了, 現在已經在這裏, 現在已經有在這裏, 還有, 所以我覺得就是, 其實另外一件事, 大家, 我就記得很多時候, 很多地產商說, 自己有很多land bag, 其實如果在國外的情況, 根本就是在囤積土地, 是在犯法, 那其實為何政府不是逼他們, 將現在現時, 他們有的土地, 盡快發展, 將他們所有現家已經起了的樓, 空置的樓, 為何不空出來呢, 這些是香港很寶貴的資源, 他們現在沒有利用到, 現在他們根本有一個權積對劇, 是影響其實是經濟泰華,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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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Upon a increase 一 on a euro וץ默, 你 verses 真的, 相信他會撤回。 還有沒有其他人, 除了你一方, 為甚麼不適合, 魯 gluc presentations 倫 Remember the meaning 差不多意思了嗎? 這是失效的。 那不相信他會這樣做的舉手呢? 不相信他會撤回啊,失效啊,那些舉手 嘩,你買了兩手啊 哦,即是看到啦,即是我們根本已經認清楚 根本當我們是死的,當我們不在的 既然是這樣,我們真的一定要想辦法 傳聞規劃,但是很少人有說過 我們都是喊一下,喊一下70位民意代表 我們有些都不會聽我們的,即是好像工人組別那些 或者是文蜜聯那些,那些都不會聽我們的 即是我們都是喊他們,但是我們都要認清楚 現在的制度是民意代表所做到的事情有限 即是議員是私人草惡,要經過領導人批准 即是其實我們看到,基本上我們 我們跟這個建制,建制那個對抗呢 即是我們根本就不應該說,即是要 相信他們要先往原先 我們應該要做好最後的打算 就是我們一定,或者我們要選擇 要建立自己,對於自己的一套制度 不是去求當權者,不是去剋求他們 我想說的就是這樣 好,謝謝你 好,你好,我想提多一條戰線 就是關於發展商那邊 這個公司仍合作的發展模式 已經荒廢了,但是他們當時用農地價格去賣土地 而現在呢,就將會進行這個 如果是這個公司來發展模式 或者改這個土地用途,然後補地價 這樣的錢呢,其實對發展商來說 是一個很低的成本的 相對於呢,收回傳統模式 收回那塊地,然後重新招標 差很多倍的,那我們看到呢 這個市區有2000公頃的土地 其實大部分都是歐地表裏面 就不拿來,即是說清清拿來拍賣 清清拿來拍賣的錢呢,就是公帑來的 就會增加一個政府收入 但是現在這個做法呢 就是將這個通貨土地 賤賣給地產商 即是如果用這個公司合作模式的話 所以我們其實都要同心提起 要用這個傳統模式 去令發展商的強行收地 重新招標 不可能農民的就可以強行收地 現在發展商所說呢 所說呢,有可能會對這個基本法 私有產權的問題 有法律問題可能會遭到私有覆蓋 我想問,難道收農民的土地 收其他弱勢社群的土地 就沒有這個違反私有產權的問題嗎 其實是一樣的,兩個問題是同一個問題來的 所以我們認為發展商這邊 我們都要監管著它 不可以這樣呢 現在政府有可能 為了令到發展商支持它的觀點 再重回這個公司合作模式 我們都要注重 不可以讓它偷用我們的公帑回來 一定要它用這個傳統模式收地再拍賣 好,謝謝 下一位,下一位 我也是一個新界東的居民 其實看看我們反國教的行動 都是利用議會外或者群眾的壓力 可以令到政府 結果會用一個失效的電動詞去推翻它 它會強行推的國民教育 我想問一下人民力量的陳志全和校園議員 我想問一下,怎樣利用一些議會內外抗爭 可以有比喻有反國民教育 這麼有震撼力的市民的聲音 給到足夠的壓力 可以令到政府認真去聽一聽我們反對者的聲音 因為議會內繼續抗爭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民選議員可以繼續發聲 有足夠的壓力就是我們市民 好像有二十萬的市民 在一個多星期十幾天 在政府總部門外繼續抗爭 想問一問陳志全議員 他們的方針或者下一個行動會怎樣 或者是陳志全議員簡單一點 針對新界東北這個發展 我覺得現在 完了那個所謂的諮詢期 香港市民不要停止這件事 香港政府陳樂波他那些就會冷處理 冷處理可能幾個月之後 再等事情降溫 但我希望民間這個階段 是民間團體可以繼續搞諮詢會好 搞集體行動好 令到更多人關注 令到更多傳媒關注 其實比起我們當初討論這個問題 現在傳媒的關注 你看到那些攝影機 那些攝影機 那些攝影機已經多了 去到我們逼到立法會開公庆會 真的可以萬人坐爆 要搞七日七日去公庆會 但是什麼時候 對決的時候 我們都要掌握得好些 有些人說中秋不如 就已經包圍政府總部 這都可以嘗試 但是我覺得這次的抗爭 不是一時的 大家是要那個熱情 要繼續延續下去 怎樣可以令到更多人 不僅是我們新界東的事 現在好像都只是新界東的事 都是新界東的議員 不過見到馮檢基里也很開心 其實是全香港人的事 我們會想辦法 繼續將這件事升溫 政府就會冷處理 這就是我們和民間社會 政黨和政府之間的角度 謝謝 因為其實現在跟著要求發言的朋友 都有幾位 我想我們幾位朋友發言完之後 或是我們臨尾給幾位議員 看看他們有沒有總結性的回應 或是我們跟著下一位是這個 是 那我首先為我剛才的發言 再出席補充 我們本江農地的消失 不單止是一個經濟上的危險 甚至是一個民生上的危機 因為如果我們本土農業消失了 我們香港的貝糧食供應 是完全依賴大陸和外國人口的食品 如果我舉一個很極端的情況 就是如果大陸和全世界 所有國家的糧食都出現失授的話 我們香港是很難以保的 我覺得我到時應該會回到 三年還是八個月那時候吃樹根的日子 還有我想問 在座四位立法會議員 既然你們承認了基本法 對你們的議事空間 有所限制甚至是完全不利的話 為什麼你們還要依賴這個框框呢 我的問題是這麼多 謝謝 待會幾位議員可以回應這個問題 後面那位消息 有的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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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李 我住在石駒區的舊區 其實我的印象像是 舊區、石駒區、漁區 那些居民都不知道 其實都是受影響的 因為我住的家裡 打開窗就看到不同壺 就是看到翠麗花園和徐元中間的不同壺 其實大家看回規劃 就在不同壺的地方 會建一些不知什麼樓 物雜式那些或居屋 其實和聯和區上高 馬師傅那裡都是這樣建的 我想它會擋住華山吹進去 吹進去舊區的風 因為我打開窗就有風出入來 那整個舊區 可能會被他們的樓 就正成一個平方效應 可能會令到舊區 那些人吞不上氣 那整個區 我覺得就好像不知道 我想他們的諮詢方面 其實不足夠在這裏 那只是問一些商會 那些什麼地區的人 我不知道他們裏面有幾個人 真的住在舊區裏面 其實商會裏面有些人 其實住在其他地方都不出奇 那些點是其實我一直都想說 上個星期六都上了八年 都沒有機會 所以有些人有機會 我就在這裏講 謝謝 謝謝 最後我們應該 這位朋友 你好 我想問問張千榮先生 因為我們現在 雖然現在新界都在這裏揮 我們都覺得它真的會是 剃到一個深圳城 其實很多自由行都令到我們 機場工友都很辛苦 因為它 現在我們很飽受其害之中 因為我們連公屋 或者上水的屋 都租了來做倉 低水貨 我也很希望關心 看一下我能否 有些什麼即時的執法可以做到 令到我們在新界不治 雖然都很關心於這裏 就是 就是 是台外話小小題外話 但都希望 看看張先生有沒有什麼 可以支持 想到可以幫到我們的基層工人 謝謝 我們邀請幾位議員 你們有沒有總結性的回應 謝謝 我希望 無論是議員好 或者是民間團體 或者是居民 甚至是香港其他區 雖然明天就是咨詢期的 死線 但是那個抗爭運動 我也是說 現在才正式聚焦 正式多些傳媒的朋友關心 在未來的日子 大家都要繼續關注這個議題 是不可以被政府冷處理 超雄之前說過 無論是輿論戰 或者是民間社會的抗爭 是一定持續的 那立法會議員 真的不要迷信議員 就是覺得他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有時候真的 是叫公民社會 要群眾搞一些議員做事 雖然我們選了議員 都是這樣說 未來的日子 都是要互相合作 議會內外抗爭 才可以逼到政府 去做一些合理的事情 但是現在他是很離譜 假之詢當然了 但是假之詢也來 是可以 說過的事情不算數 或者是反過來的事情 說一下 屈議員 什麼都做得到的 我希望傳媒朋友 都可以拿回我們今天的資訊 去執照 陳立波也好 林鄭也好 究竟這些數字 你們是否說過謊 但是可能我們的傳媒 又對他們很友善 不會真是針鋒相對 去執照我們的官員 謝謝 菲徹 我想今天都是個好的開始 我們都聽過很多聲音 我們想有一種感覺 議會和民間 好像民間要質疑議會 議會又質疑政府 然後其實聲音 我們現在要將它匯聚 還有立法會 希望大家都理解 其實是一個平台 立法會本身究竟在憲制上 在結構上的權力 其實大家可能 很多朋友 是未必理解 那個局限性是去到哪裏 如果你說 那你的人又選入去做什麼 如果我們不進去爭取這個平台的話 那個災難是會更加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進去 拿到一些空間 我們會用盡立法會的平台 包括了事務委員會 包括了申訴部 包括了我們用動議辯論 用質詢 用各方的渠道 會問政府拿資料 將這件事透明化 而立法會也是唯一的地方 我們的權貴 是需要面對傳媒 需要面對民意代表 要回答我們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問得準確 我們問的資料是 令到它的情況 真相更加呈現的話 而且如果當它們出現的時候 民間的聲音 民間的力向是巨大的 改變是會有機會的 剛才前面那位朋友 在問我們信不信這個 政府會設這個東北發展計劃 我知道現在政府一定不會 不過我相信如果我們的市民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去告訴政府 你再這樣下去 我們全民會反你的時候 我相信它都會切身 不需要去到全民 你看到國民教育 但是那個規模 就算一半國民教育的規模 我想它都會跪低 所以我希望大家 現在是議會和民間要合作的時間 有很多的關注 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 或者譬如上水、粉嶺那裡 還有很多水貨客 或者甚至居屋、公屋都會被人用了 我們這些用個案 或者用個別的形式 會盡量去跟進 但是整體那個香港被規劃 這件事我們是要匯罪力量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要盡量去 拿我們的共同空間 現在議會其實是不容易 我們其實真的越來越 建制派的力量越來越大 接下來他們又會提出改議事規則 搞其他那些壞事 我們只是防止它做壞事 已經是要用很大的精力 所以這件事我想如果在座各位真的有興趣 是想推動的話 我們在座的議員肯定是你們的朋友 我們如果不是朋友的話 今天都不會坐在這裏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同心協力 去想好這件事 即是你問我現在有什麼具體計劃呢 我沒有 不過我想我們一起努力去工作 好 謝謝 其實謝謝大家 不只一次有人問我 你為什麼要選立法會議員 我家裡問我最多 我媽媽90多歲 她每次都說 兒子 為什麼要選立法會議員 做大師就好了 我覺得不需要她回答 我坐在這裏已經是一個答案 我覺得做立法會議員 我應該在2004年第一次選到 進入了立法會 大約一個月左右 我已經醒覺 即是我作為議員的工作 就不是單單在立法會之內 而是在立法會之外去推動輿 但推動輿論 我們背後都要有理據 都要有群眾支持 我們只可以推動 立法會議員 沒錯 有些優勢 就是報紙會去給你寫專欄 電視台會找你講兩句 電台會去你做訪問 報紙會有時間 喜歡的會寫下你 這些是我們的優勢 我們做議員 需要盡量利用這些優勢 我覺得我過去八年 我都有盡量利用這些優勢 但是所有的社會爭取的課題 都不是一個人的事 也不是一個群體的事 必須整個社會的推動 由爭取雙普選 到爭取最低工資 到競爭法 我一直都相信 作為議員 我們應該和民間團體 呂應外行 其實所有的方法都要做 我覺得在議會之外 甚至乎陳志全說的 抗爭的方法沒有問題 我都完全沒有問題 只要大家不要回想 我們在議會裏 我們會盡量配合 在這個階段 我希望公民社會 在這方面 千萬不要等這個課題 靜了我們 或者退縮 因為我們的立法會 會繼續跟進 但只有我們 在立法會裏 遙其勒喊 外面那一刻 在野蘭山 我們真的做不到 所以我希望 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的合作 謝謝 湯家瑪 謝謝 我也同意我的同事說 下個星期就是立法會開羅 所以這個議題一定會 是其中一個好的焦點 我們希望今天出席的朋友 無論你是個人 或者你是團體 多點關注 亦都是多點跟我們緊密聯絡 有些什麽 你想我們提出 給我們一些建議 就算你們 今天就好像沒有什麽苦主在 就算你們知道有些苦主 是真的因為他受損 他自己的利益 我們民主黨也都很歡迎 他跟我們聯絡 我們會幫他 所以無論在政策的層面 或者在個案的層面 我們都很樂意推動 我們在議會裏面 亦都會和其他議員合作 民間社會 我們亦都很樂意 和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你說會不會撤回 你聽過有一個人叫林滿光 林滿光說什麽 他說大象出來的時候 政府就看到他 那你看看這隻東北大象 幾時出 謝謝支持 哈哈哈哈 還撿了幾次 大隻的 謝謝 同事爺大會員都說了 我差不多的想法 只不過就是說 我們當年八年代 說要參政選舉 其實都是一個目的 就是類演外合 就是你加強加大聲音 只是靠民間 你發覺一些東西是去不了 還有一些資料會遲幾步 做了議員之後的資料會比較早些 當然你要懂得問 知道問些什麽 當然以往我們就說 要真的類演外合 要真的類演外合才行 現在有時候 我們做一做一做 就給我們 例如我們問你一計 問你自己看到什麽 說到什麽就問 但是有 作為一個政黨來說 就是看不完全香港這麽多東西 特別有些跟我們 那區我都完全沒有一個 議員都沒有 服務都沒有 更加看不到 我是第三期才進去 一二期我完全沒有想過 要問東北那些東西 因為東北那些東西 離我太遠 我的區我又沒有街坊 又沒有市民 又沒有議員 說我聽那些跟全香港有關 出了這份東西 我們就緊張了 因為它說收地 第三階段那個 它說收地 說做什麽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這個就變成了 不只是東北問題 包括全香港的 怎樣發展 規劃 於是我們就開始進去說 有些東西說 這些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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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有時要大家提醒 我舉個我們曾經做過成功的例子 就是尖沙咀天星碼頭 政府原本打算把它拆了一個廣場 拆了一個巴士站 當時有一群人走出來 就拔我們民族 聊天 兩次之後 我跟他們一起 類型外合做 現在大家知道 那個廣場現在政府不拆了 不搬了 這是其中一個我覺得 那班人 我之前找了一支我完全不認識 但一認識了之後 就變成了記憶 我覺得這些情況 需要有時我們主動找大家 到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 有時這些人 盆人機都 醒了一片頸 不是區別人理 要別個區才大 當然 譬如當時九西選我出來 你叫我去上水 我真的勾頭 上水 什麼街什麼村 我都分不到 對我來說 我真的會有些 hesitation 會不會 那個區都有民主議員 那個區都有民主派 那個區應該優先做些 我覺得這個可能 我作為民主派 都要大家將來分工 這個問題 殺到來 已經不再是個別政黨 可以完全處理到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面對劉昇寬 我自己都有提及 我首先第一個 向大家道歉 公民社會 我都行得快 我們立法會 立法會 將來 如果我們將一些 我當作簡單易分 其實我不喜歡易分 我覺得世界才色 如果簡單易分 即是我們非建制派 那些 人家作為一個政府 有這麼多公務員 24小時幫他們搜集資料 做這件事 我們民間比較鬆散 即使我們民主派比較鬆散 的話 是否我們將來有些 共同議題之下 我們真的可以走在一起 即不是這樣 你們聚會 於是我們五個錯出來 是我們作為政黨之間 是否有些共同的凝聚點 定期坐在一起談 將我們一加一大二 那個發揮能力 在議會裡面要說 在議會裡面 我們怎樣去幫大家 手上有些什麼資料 有些什麼數據 有些什麼想為幫助 想拿的 我上次跟天馬之星的做法 就是他了兩個字 Email給我 我就馬上轉過去 問政府拿了料 就馬上送給天馬之星那邊 這些就是我們可以 有些共同點合作的地方 讓那個資料聲音 去得快得大 我覺得這個 我不知道有什麼教授 做中間人 還是我們民間團體 和一些政黨 可以有些類似 共同點的場合之下 是有些機制出來了 讓那個機制 又不是自動搏 是真的做到一加一大二的效能出來 我們願意幫忙 好,謝謝,洪宗基 過去兩半小時的發言 大家很豐富 我試圖可不可以用一、兩分鐘時間 總結我們剛才說過的事情 我想大家最開始就很大懷疑 政府是不是在用一個 所謂偷換概念的手法 就將我們以前所謂認識的 新市政發展 就變成了我們所謂的新發展區 而背後只是希望融合了 梁井政府所謂的 深港融合 那種的發展策略 甚至就是 現在就算我們要發展新市政 以往的以發展為先的概念 而輕視或忽視農業的發展 在現在這個世紀裡面 就可能未必適合 現在香港 除了我們要解決很多 生存、居住的問題之外 很多時候生活的質素 甚至我們食品安全的質素 我們都需要去關鍵化 而政府視為這裏 就被剛才部分的發言者 批評這個立法會 或立法議員 就更加跟不上所謂的公民社會 那個發展 就算我們解決了 這個所謂發展方向的問題 現在很多時候 政府公佈的所謂具體的規劃 包括補償、搬遷 其實都是很不清不楚 亦都有很多問題 需要具體解決 特別是所謂用地的規劃 或者交通的就業配置 可能政府都需要去兼顧到 再加上就是 本身是否需要有一個 這麼大規模的規劃 並說可以在現在政府 所謂限制土地的用途 改變用途方面 可以滿足到 現在我們發展為了住屋的需要 而不需要在這麼短時間內 就去啟動我們整個東北國發展 大家都有一些移民在 接著我們五位立法議員 也要將他們在議會做過的事 他們本身的立場 或者建議的行動 也都說得很清楚 我相信我們都會將今天 大家的發言 我們會完整整 有一個會編 會編放在網站上面 我們都會給政府 雖然這個就還有幾個小時 第三期規劃已經完結了 這個意見的會編 對政府還會不會接納 會不會看呢 我自己本身有懷疑 剛剛根據大家的發言 我相信我們都有信心 如果我們有足夠力量 在社會民間的力量 都可以去逼到政府 延長這個第三期 或者剪開第四期的諮詢 重新將我們這個計劃 這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那個需要性 或者具體的內容 重新諮詢這個工作 我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 在接下來的過程之中 透過不同的途徑做參與 我相信今天出席的朋友 都是一些很有心的朋友 如果我們有這個機會的話 希望都可以看到大家的出席 或者在完結之前 我們首先要多謝 香港理工大學 借出這個場地 讓我們辦一個這麼有意義的研討會 我想更加多謝幾位立法會議員 在八門東出席 更加要多謝各位出席的朋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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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